這邊也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做這些練習 這塊就像我們之前 在考第一課認證第二課認證一樣 因為不是每位同學都有去考 都去考這一塊部分 但是不管你沒有去考 其實做這些題目 對他講應該都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在前面 其實在之前我們的這個認證的準備上面 其實我們後面給各位看 就有練習沒練習 其實那個比例相差非常大 相差非常大部分 有些練的數百次 有些一次都沒練 那一次都沒練 你怎麼會期望說 你的程式可以寫到多好 其實這是一定會有狀況的 你都沒有練習一定有狀況 一樣你前面沒有練 你這邊沒有練 你後面 想穿的大概也不用練了 因為你可能已經 會不曉得要做什麼東西 好 所以我們這些練習 不管你有沒有準備都還是 不管你有沒有要考認證 都還是建議各位 可以試試看做做看這一塊 好了各位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集群數量 好 這個我們接下來的話 是我們的非監督式學習 好 那我們這邊會有兩題 那這兩題都會有點技巧 可能跟寶可夢 用差不多可能比較容易一點 但是都要花一點時間 就對了 各位好 這個是這題是db scan 顧算機型數量這一塊 那題目已經很明白跟你講了 前例使用db scan的群聚員 算法 來算寫程式 �ä許 要讀取 data perf.tst 為什麼要特別說明這個呢 因爲檔案有兩個 並不是只有一個 要讀取dataperf.tst 胆中輸入載入資料 那還可以得到每個點的X跟Y值 那等一下我們看一下這個文字檔內容 然後下面呢 請你設定 AppleStone Grid等於NumPy.0 Link Space 0.3到1.2Num等於10 那這位各位這邊是NumPy裡面的一個 基本函數 從0.3到1.2包錢也包後 其實要平均切成10格 那在meansample等於5的情況下 meansample就是最小值它是5 請你找出 請你找出最佳的AppleStone 最大的Sailhold Score以及最佳情緒數量 問你最佳最大最佳的部分 類似這種題目我沒做過 人家說我沒有做DP scan 這樣子的部分 但是之前的一些練習題目 我們有做過最佳最好最適合的 這個概念你要有 所以之前如果你有練習的話 那在這題的部分你比較 會有概念應該要怎麼去找 我們去找這一塊 這是他的設計說明 那題目還要問你這四個 請你填入最佳的AppleStone 最佳的Sailhold Score 以及最佳情緒數量 也就是說這邊的第二題 的這三個 這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其實就是你這三個答案了 這三個問題啊這樣講 那最後一個呢 請你讀取 注意哦 DataPerf add.tsd 那他後面有特別著名哦 他只是原資料 原來的資料 這是原來檔案 然後加入了以下這五筆資料而已 好 就原資料加入以下這五筆 然後形成新的檔案 所以 這一題你的來源檔會有兩個 來源檔會除了稱四碼以外 代表現檔以外 你的來源檔會有兩個 一個是DataPerf 一個是加add的 那add跟Perf只是多如比資料而已 所以這是第四個呢 他要求你 他要問你 請填入Best Lepestone 的最大這個值的部分 其實跟第二題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 第四題其實可以 幾乎可以不用做 因為只是把打開名稱換掉而已 打開名稱換掉 然後你重跑一次 然後找到最佳Lepestone 他的值 就跑出結果來 所以第四題 一直將我們的來源檔 從原本的Perf 把它改成add的部分 這樣子 好 這邊的話呢 這個 我先讓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資料好了 好 來 各位我們看一下 好 這邊的話我把它放到群螢幕 好 來 各位看一下我們兩個檔案 這邊左邊右邊就是我們兩個檔案 Data Perf 跟Data Perf 這塊 都是一模一樣 差別在最後面 最後面這塊 最後面這邊呢 就多了無比 這邊3點 這邊最後面 最後面 好 各位看一下 最后面是0.39 3.14 就這邊 這一樣 只說這邊多了無比資料而已 其他都一模一樣 那對我們來說 其實最後一個問題的話 其實你只把打開名稱 從這個換成這個重跑一次 結果就出來了 好 所以看起來現在加無比不需要 就答案從跑一次而已 這兩個答案差別在於這邊多無比資料 其他都一模一樣 其他都一模一樣 好了 各位 那這邊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他的代邊修檔 代邊修檔部分 所以我們看一下他的代邊修的程式 他裡面有一些東西 他有一些提示給你了 可是你要是要去做 Input Unpair SNP 那這邊應該都是一些模組套件 你應該要載入的東西 這個就陸續載入 好 等一下我們還是給各位 看一下參考的一個部分 這樣子 然後Input Files等於 Data Preferred .tsd 然後載入資料 這邊載入資料的一些動作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要找到最佳的AppleStone AppleStone這塊部分這樣子 那我們說 TP Scan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你的MIM SAMPLE 第二是你的半徑最快 所以AppleStone就是你的半徑 所以我會把我們原來的這個區塊 那根據題目的說明 0.2 0.2平均分割成10塊 所以把分割成10塊之後呢 從0.3 0.4 0.5 0.6 一直到1.2 一個一個一個預測 所以他的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AppleStone Grid等於那派點Link Space 從0.3到1.2切成10塊 所以有0.3 0.4 0.5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換進去 所以這邊是一個list 然後還算他們的這個輪廓係數這塊 那等一下我們看一下這輪廓係數的概念 其實他只是他也是函數而已 他也是函數應用而已這樣子 那他的概念我們等一下說明一下 那底下呢就是你要利用DB Scam 去跑 去跑他的整個流程 從0.3 0.4 0.5 一直到1.2 那各位類似的練習 我們之前應該都已經做過了 有些同學有做出來嘛 就一直測嘛 KNN 過澳數量會最大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抓 然後抓那種 那個正確率最高 然後數值最小的 數值最小的部分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邊呢 我們會抓0.3一直到1.2 那我們來看一下輪廓係數 然後最大 那你知道哪個是最大的時候 回推 那我AppleStone應該是哪個值 哪個值 最好的 最好部分這樣子 所以這邊呢就是要做訓練 然後這邊minsample等於5 給你了 然後你要萃取出來標籤 跟我們要提取這個性能 性能這一塊部分 那下面就是輪廓係數的值 然後去做 那下面呢就是最佳的輪廓係數 所以就是在這邊 你也有大部分在這邊要做一些 運算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打最佳的AppleStone 然後最佳的已經 最佳的這個AppleStone出來之後 那你的值 你要說你的輪廓係數都出來 輪廓係數都出來 不分成這樣子 AppleStone出來之後 輪廓係數也跑出來 好東西 所以我們就 就會有model Label10這塊 好 那下面這塊的話 這邊可以預測我們的這個 分群的一個數量 大概是多少 因為半徑多少 輪廓係數跑出來 然後這個回推 那你可以分成幾群 群會跑出來了 所以AppleStone有了 輪廓係數有了 你的群幾群也就有了 好 那最後面只是在 在在在 再加入 這流程跑完之後 你只是 將前面的答案名稱換掉 最後一個重跑一次 重跑一次 然後 然後就應該可以順利跑出來了 好 那這邊 我們看一下 這個畫面我們切換一下 這邊 我們看一下這個輪廓係數的一個部分 我先看輪廓係數 這邊畫面就是輪廓係數的部分 可能稍微知道一下 好輪廓係數的概念 他概念部分 他的目的 是要為了找出 同一群資料點中 最近的 或者不同群月份上的值 也就是滿足cluster定義 那他有A跟B A是同一群之間的距離 B是不同一群之間的點平均距離 基本上這個輪廓係數的話 S是越大越好 就分的越清楚 就是他分群的情況 就越明顯越清楚 這塊部分 所以B-A 跟他公司其實 就是要找一個花虎 他公司就是B-A MAS AB這塊部分 那這個輪廓係數部分 如果你沒有那個 人家說你沒有那個數據的話 我們可以先用這個MacBlobs 這是巨類數據生成器 產生一個數據這塊 然後再利用3TW的裡面的 MacBlobs來做動作這樣子 如果你沒有數據的話 可以用這方式來做 一般來講 我這方式來做這一塊 好 那產生完畢之後 我們可以使用復回圈 來產生不同的N cluster 去看哪一個輪廓係數比較高 輪廓係數越高的代表 分的越清楚 也就是越適合 越適合這一塊部分 那 回到函數裡面呢 其實我們的分析原创法要績效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輪廓係數 或者WSS BS來測部分這樣子 那在 這邊的話呢 其實我們用的是這個 這個 這個 seal hold score的方法 就輪廓係數的一個方式 然後來計算 他輪廓係數 這數值呢 越接近1 表示績效越好 注意哦 那越接近-1哦 它是1到-1之間哦 不是1到0 因為我們之前的R-square是0到1 MS1是越小越好 所以最小是0 輪廓係數是1到-1 所以1是績效越好 然後-1是績效越差 越少這一塊 那底下呢 有一些輪廓係數的一些說明 一些referred 部分這樣子 那各位可以 可以參考一下 部分這樣子 下面這個呢 就是一個範例 我們之前有帶過Iris這塊 所以load Iris 然後你可以分群 分群完畢之後 如果你像我們這樣分群完畢之後 如果都沒有做任何的 這個 我們說這個分群的數字的調整 就直接印出績效 你可以利用這樣指紋過系數 直接跑 直接跑部分 有沒有 Matrix Seal Hold 然後Score 然後帶你的IrisX 跟我們分群出來的結果 就可以跑出你的這個績效了 指這績效一定會不好啦 因為你沒有確定 012跟120這些 你沒有確定好 所以效果不會好 那這樣子就可以直接跑出來了 然後績效這一塊 有點類似我們分類演算法的Score 那種概念 這個跑出結果來了 好 那輪廓系數這塊部分 它是劇類效果好壞的一種評價方式 它是有這個提出來的 它分為這個結合 內聚度跟分離度兩種因素 可以在相同原始指導上的基礎上 用來評價不同演算法 或者演算法不同的指引方式 對劇類結果轉生影響 所以我們前面這邊是用了是K-Means 那你可以用DB Scan 做完之後 你可以來做一個比較 看一下哪個技術會比較好的部分 這樣子 也就是說它分群的效果 是否比較好 這個部分 好啊 這是公式 這公式而已這樣子 啊這個 這公式而已 各位就 參考一下就好了 這邊 那這邊呢 就是我們剛才說明的 判斷呢 SI接近1 代表它的區類是合理的 究竟負一的話 就是變成不合理 可能它跟其他的很接近的部分 這樣子 如果是零的話 就是它剛好在零界點 零界點這一塊 所以一的話 技效越好 負一的話 技效就越不好 這塊部分 所以我們用這個 如果係數的話可以來判斷 這個區類 這個分群呢 是否是合理 有效的一個度量部分 好 那我們說其實回到 韓式裡面呢 它就只是一個 回到城市裡面 它只是一個韓式而已 東西代言區又跑出來了 好 東西又跑出來了部分 那它的目的 就是為了說去衡量分群的績效 所以K-Means可以做 DB-Skin也可以做 分群算法融系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這一塊進行 好嘞 那這邊 我們剛才有看到我們的 這個相關的一個語法 這一塊部分 所以來這邊 畫面我們要切過來 給各位看一下 相關的進行的一個方式 他其實是 要處理 要有一些 也是有一些動作要先做處理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邊 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 他題目的話 要我們填入最佳的AppleStone 然後最佳的AppleStone 的最大值 所以你的半徑出來之後 就最佳的AppleStone 何為最佳 也就是你的這個最大 最大的收支都出來 這1跟276點 順序上有點顛倒 因為你是我們跑回圈 跑到這個最大值 然後退出最佳的應該是多少 然後利用這個最佳的部分 可以判斷出我們最佳基金數量 這三個都是對應的 那第四個呢 只是把程式碼換掉 把答案來源換掉 重新跑一次 然後就可以對照出來了 所以各位好 這邊 第一個部分 好 input安排什麼都沒給你 那這個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一些套件 情況套件要把它做賄賂 那因為我們會用 用到分群圓算法 db scan 然後還有剛才的輪廓係數 啊 所以我們是可以 front segment.metrics import 這個輪廓係數 那這個係數其實蠻長的 之後會把它變所寫SS 比較方便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載入資料 這載入資料 的部分 其實看各位要怎麼載入 這個沒有一定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這邊 這是原始的資料了 所以我是X.list 打開檔案 那要不要寫都可以 變成檔案物件 之後呢 把裡面的內容 那我身邊是用F 檔案物件嘛 裡面個Read the Lies OS加S 他就會將我們內容 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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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進去 因為我們一行都是一些數字 都是一些數字 那我們一行也有兩個數字 兩個數字 兩個數字 就把一行一行讀入 讀入之後呢 我再用我們的 Split的函數 讓豆點做區隔 然後把它切割 所以這邊切割完畢之後 這邊Light點Split切割完畢之後呢 注意哦 這個切割完畢之後 這是一個list 那list裡面的內容 一筆一筆帶給I I帶一筆一筆帶過去 所以我家裡面的內容 從原本的 這個原本的一行一行 每一行都是字串吧 變成一個list list裡面再抓出來 變成一個福典數的型態 然後然後 對然後在外面有中滑湖 所以這邊跑完出來 結果就是每個data都是一個list 裡面的內容都是數字 數字都是福典數 數字都是福典數 所以這是這邊跑出來的 看過你也有其他方式可以做啦 沒有關係 只要你能跑出來 裡面是數字的型態就好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做計算 所以X是一個list 然後點個pand data data也是一個list 所以這個X點個pand 這樣做完一個一筆一筆做完之後呢 你的X就是一個二維的串列 二維的串列 那這邊 各位如果你之前的基礎有夠 這邊你應該都要能看得懂 你應該都要能看得懂 還對 因為這個 不算複雜 你能看得懂 對 然後之後呢 我再把我們的X 原本是二維的串列 把我轉換成二維的串列 那當然如果你也可以用其他方式 把這你只要能讀進來 讀進來是順利的 是二維的 陣列串列 都可 二維的這種陣列格式就好了 就好的部分 所以這只是參考 剛剛各位稍微 試做一下這塊 那我們這邊會有三段 1233段這塊 所以我們先 先到這一段好了 我們一步步來 所以各位這邊先把它知道載入 讀取還沒有問題 請各位先留一個1 留個1 第一個應該比較單純 這個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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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等下跳掉了 套件载入 然后资料把它载入进来 那到最后的 资变数是一个二维的阵列 那写法你可以有很多种 这只是参考 你有其他写法也可以 只要形成一个二维的阵列就可以 最好选了一个1 这边第一步 我 我 我 好 好了各位 那我们接下来就往前面来 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我们把资料载入 好 第二部分的话就比较多东西的 那这边 可能要稍微花点时间 那题目这块的话 代表就打开跟我讲 你要找出最佳的AppleStone 就半斤这块 所以题目上面有提到 他你把它分成10块 所以我们这边用numpi.0 space 从0.3到1-2 nump等于10 那这是numpi.0分割的部分 所以从0.3开始 包含0.3到1.2 包含1.2切成10块 平均 所以你这边跑出来的结果 他会跑出来10个值 0.3 0.4 0.5 一直到1.2 ok 所以这个 这跑出来是一个一维正列 里面有10个值 里面有10个值 那这10个值要干嘛 其实他下面 他只有一些提示 但是他并不是很清楚的描述 所以有些会看不太懂 有些看不太懂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是先根据他的描述 我们来做什么 就是来做语法 那之后你当然 你可以用你自己方式去写 只要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就好 所以这边 他产生10个 所以EPS Grid是一个阵列 里面有10个值 1.2 那这边我会产生一个空的list 通常你会有一个空的list 就是会问你后面可能要加东西进去 所以这次要做什么 注意哦 这边有一个叫Skos 好一个Skos 这块 然后这个SCOE S 我们特别讲S这块 因为我们之后会有一个轮廓系数 是没有 没有加S的 所以这是一个list 空的list 那这块目的呢 是我要将每一次 算出来的轮廓系数 然后把它加进去 所以我会有10个轮廓系数 那我找出最大那个值 对应出来的AppleStone 就知道了 他大概是多少收市比较好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边呢 下面看一下 好啊 这概念呢 就跟我们之前归路 要做练习的时候 做这个 我们前面的练习的时候 那应该会有那种概念 我们将第一个值 这个嘛 我们总共有10个嘛 这里面第一个值当做最大值 然后呢 我们将鲁廓系数当做最小值 一个当最大 要不然跟他说 我把第一个值当做最大值 他把轮廓系数当做最小 啊 这东西就是有点刻意的 然后呢 label 这个labels best等于num 把他设为num部分 这些就是前期先刻意操作的 然后之后呢 for EPS in EPS grid EPS grid是一个一维正列 一个一个取出来 一个EPS 然后再进来之后呢 然后进去里面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提示这边吧 这边呢 model等于db scam 这个函式 然后带入我们这个第一个 参数叫EPS 然后等于EPS 因为我这边呢 就一个个代码 从0.3 0.4 0.5 一个个代 所以第四是0.3 minsample等于55 然后呢 点fit 直接建模 建模之后呢 我们model跑出来了 之后呢 我们用labels等于models.labels 底线 就跑出来我们的一个结果了 好一个结果这块 例取标签这块 ok 然后下面呢 就是轮廓系数了 你这跑完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算了 就可以直接做计算了 所以这边轮廓系数的部分的话呢 那这边我们刻意 因为他小数点4位 小点4 螢幕不知道有小点4位 应该有 有小点4位这块 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 round这块部分 然后抓小数点4位 这块部分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round ss 这个s labels 然后是这块部分 好 所以我们这样子来跑这样的情形 那各位好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应该我们之前有提到 就round这块 我们说一下小点2位之后 好像就 不是就是不晓得他的跳是怎么跳的 但是我们有测过了 我们测过 这用round这块 在这边来做跑 跑出来的结果测试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部分 这我们用round 然后带哦 各位看一下哦 我们带我们的轮廓系数ss 我们这个轮廓系数演算法 人家说函数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把它缩写成ss 所以我这边就是在做ss 带exe exe exe我们这边出这边 我们的资料 然后 labels 注意这边labels这块部分 等一下 x豆点的部分 然后labels这边 就是我们的标签这块 翻进去 翻进去这块 然后豆点 这个豆点4是小数点4位 所以这边是我们轮廓系数 然后我要做它 小数点4位 然后带过去 所以这边是跑出来我们 第一个轮廓系数 第一个轮廓系数 然后加轮廓系数的值 加进去 我的这个list里面 所以这边是ss 这是一个list 空的list .append我的轮廓系数 好 就这样跑完 所以我会跑完第一个轮廓系数 然后把它加进去 好 那加进去之后 下面就是我们要算我们第一题 第二第三题的答案 什么意思 因为我先把它加进去 所以这边会跑几次 从0.3到1.2 会跑10次 所以我每次把它加进去 下面这个就是我们来做判断 请问一下我的第一个轮廓系数 有没有大于我的mass 一定会大于 因为我第一个值多少 -1 我开始设定-1 所以开始已经设定最小值了 最小值了 因为最小值在-1 所以会不会大于 除非你刚好就是-1这块 不然一定会大于 所以我第一个值 或者将第一个值当作最大值 将第一个值当作最大值 当然这个你可以调整 看看怎么做设计都可以 所以这边都是我们刻意设计的 所以有没有第一个值会大于-1 会 所以我把第一个值当作最大值 然后我的EversonBest等于APX 因为第一个值当作最大值 所以第一个值的东西 都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 所以第一个值全部都带进去 全部都带进去的部分 然后之后就回到第二个值了 所以这边带第二个值0.4 然后这边就换0.4了 建模 建模之后我们讨出我们的这个Label 时的内容 地域标签 然后之后我们再做小数点思维 做轮廓系数 然后小数点思维 然后再把它加进去 所以这边只是把我们的轮廓系数 一个个加进去而已 那这边做比对嘛 你第二次用0.4的距离 跑出来轮廓系数 有没有大于 第一个值啊 这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值了 有没有大于 如果大于才做替换 如果没有大于就继续下一个 继续下一个 所以第二个没有 第三个没有 第四个没有 第五个有 有超过了大于的话呢 那我就把我的轮廓系数当作最大值 然后Everstone 对吧 我们第五个吧 所以把第五个APX带进去 然后我们的model 带进去 然后我们的ables 带进去 哦 这样重复跑 重复跑 重复跑 到最后你跑完的时候呢 这边应该 这边应该就有 EPS的based model based label based 跟你的过系数最大都已经有了 哦 所以这边是 这体里面的比较主要的部分 好 来各位下面下面 下面 好 各位我们下面一并谈好了 一并谈的部分 把一并谈完好了 下面剩一点点而已 下面这块 其实这边重点在这边 这边能做完了 了解能做完 其实就差不多了 所以他的 注解 其实有时候会让你看不太懂 但是我们现在经过这样的说明 你可以参考一下 之后 如果你可以用自己的鞋发鞋 ok 没有问题 反正我就是要跑回圈嘛 然后一个一个跑嘛 跑出来轮廓系数嘛 然后每个跑出来 看哪个最大 啊 找最大的时候 他的AppleStone 他的model-based Label-based 是哪一个 就是 所以下面这边呢 这边跑完 其实这边都跑出来了 所以based parameter 那就是EPS-based 不是吗 那这model就是model-based Label-based 就跑出来了 那下面问你个数 这边个数就要比较注意的 因为我们说 我们会有离群值 那如果离群值是多少 -1 但是会不会真的有负1 不确定 不一定嘛 搞不好根本没有离群值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不见得啊 所以我下面这边呢 这check for onsite data points in the labels 只是问你 有没有离群值的概念 但是这个 这个就是 不见得每个人看得懂 是叙述 有看不懂在写什么 所以我这边呢 设置一个offset等于0 所以判断哦 请问一下 负1有没有在有Label-时 我Label-时里面有没有负1 如果负1的话呢 就代表有离群值 Label-时里群值 outlier这块 所以我就会让我的offset等于1 那为什么做这设定呢 因为我到最后算我们的集群的数量 到底分集群嘛 那 各位我们在上次的事就问各位了 他这种集群之下 你怎么知道有集群 好 那你我们说有同学利用 这样 set这块来做 这种同学用这样来做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mess这个方式来做 来做进行 这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你还是判断有没有负1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用这个set Label-时 Label-时这块 因为你用set嘛 所以相同的数字都不会出 他就不会计算了 然后之后算数量 算数量之后呢 你要减掉set 所以如果没有离群值 那当然减set就无所谓 那如果有的话呢 就减掉1 那剩下就是你的集群数量 所以这边呢 就秀出来总共有几群了 离群值不算 复义不算 总共有几群的 所以几群就出来了 那你的EPS-based就出来了 那你的Label-based也出来了 也出来了不分了 前三题就出来了 那第四题呢 各位就没有第四题了 啊第四题没有了 对 因为第四个答案呢 就是 将这个 将这个打名 换掉 然后重新跑一次 重新跑一次 就可以观察出来 答案是哪一个 就这样子 这些语法都不用变哦 只打名换掉 然后重新跑一次 然后你就可以找出来 最佳的是哪一个 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第四个问题 其实是他将我们的来源 换掉名称 流程一模一样 流程一模一样 就可以顺势 跑出来了 跑出来的部分 好 所以各位好 这边 第三个部分 其实应该 蛮单纯 只有这个 离群值要稍微做一下计算 这个就没有什么了 那这个 知道这边的 能离群值 我们这个应该大概 10分钟吧 10分钟左右 那我们就会来 公布 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四个 的参考答案是多少 好 各位好 先看一下 了解一下 我们写这个意思 那如果不清楚的 你可以留言这块 然后询问这个部分 好 好 那写法是参考的语法 之后呢 你可以用你自己觉得 比较方便的语法 来去做进行就好了 就好了 好 再强调 我们他会看的是他会 他到时候要你是填的是填答案 好 那 程式嘛 他当然还会收回 但是他不会去测程式嘛 收回 只要是到处要做对照用的 这样子 好 还强调你不要说 诶程式都没有写 然后跑出答案 这即使说你评分 因为他是电脑评分 评分会对 到时候回收的时候 你程式嘛都没有写答案出来 到时候一定还是会错 因为不合理 不合理 好 好 来 各位哦 好 那我们 来看一下哦 这四个 答案的部分 各位我们看一下哦 这边是个答案 来各位 第一个部分 请填入最佳的Applestone值 Applestone这一块 答案是0.7999 0.7999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最佳的Applestone对应的这个 轮廓系数的最大值是 0.6366 0.6366 把这个答案 把它写上去 第一个是0.7999 0.7999 第二是0.6366 0.6366 第三个呢 最佳的集群数量 那题目后面有著名是整数 整数是 五群 五群这块 最后一个 我们说 你只是将党名 来源党换掉而已 重跑一次 你就可以找到最大值是多少 答案是 0.6401 0.6401 这块 好 各位 那这个 如果你跑出来 跟我们这边是一致的 一样的部分 请你去留个三一下好了 四个值 第三第四的没有打标题 第一个是0.799 第二个是0.6366 第三个是5 第四个是0.6401 这四个 好 那这是参考语法 那可以参考 那之后你 如果之后这两天 如果说 你觉得 你可以改写成你比较方便的语法 尽可能改成你比较方便的语法 这样的话你比较好做 不见得跟上面一样 就用你自己习惯的语法去写就好了 你要知道 这题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可以 好 我们有同学回复了 那这套同学回复是正确的 就代表答案不会有问题 流程也不会有问题 其他如果跑出来有点不太对的 或者跑不出来的 就要稍微再检查一下 稍微检查一下 好 各位好 那这边 如果做好 的话我们就休息一下 我们到10点20 10点20这块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题目 最后一道题目最快 这样的程度 好來歸喔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我們 最後一道我們看一下 好各位看一下我們這一道的部分是 手寫數字分群這一塊 這手寫數字也是一個資料集的 那其實蠻常應用在可能一些 記憶學習深度學習的一些練習這一塊 所以這道題目應該也算是蠻常見到的 那這一題其實比較像是 比較接近有點類似填空題 當然還是要自己寫一些 但是比較類似填空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題目要你做的 好 題目的設計說明呢 是要你專寫程式 讀取SATIC的裡面的deassets 裡面的手寫數字資料集 我們之前有做過 load digits 不然這樣子 這知道幾年有1797筆資料 1797 那被每筆資料是8乘8的影像 共有60個的數值的特徵欄位 有就是說你有1797的資料 1797的弱 那colon是64個欄位 64個數值的特徵欄位 所以他就是一個很大量的數量 像接近1800 然後乘以64個的數量 這塊 好 那接下來他請你 針對數值欄位進行標準化 這標準化呢 我們在上禮拜利用 寶可夢這邊就已經做過了 設計有個印象 那在這邊呢 他其實應該相關的語法 他都給你了 等下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之後呢 請你參考右側 這邊哦 右側 分別建立K-means的模型 進行分群 那右側呢 有幾個 1234 然後你這四個就做分群 一個是用K-means 加加做數值化 其實也 不太瞭解 為什麼要用加加做數值化 這塊 因為K-means用K-means 加加化 這等於是 這是他的一個 應該說一個分支 然後之後呢 利用random做數值化 然後利用主成分分基法 做結果的結果做數值化 然後呢 最後呢 對製造型進行PCA 取一些兩個成分 再進行這個K-means的部分 看起來是很複雜 但是 相關的參考的參數 全部都給你了 所以有點類似我們之前在做 包括我們那一塊 他問你他要你要這個SBC 那相關的參數全部都給你 所以其實你幾乎是帶進去而已 帶進去這一塊 並沒有要你做什麼樣的處理 就東西帶進去而已 這樣子 所以請你參考右側 建立這個K-means進行分群 然後呢 接下來呢 計算 利用這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部分 計算輪廓系數 然後呢 分別計算散述模型的分類 對準確率 就算計算出來輪廓系數 然後看看準確度多少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題目要你問這四個 第一個 模型A的輪廓系數 模型B的輪廓系數 模型C的輪廓系數 所以這個你第四個這邊做完 其實ABC就跑出來了 那你有差別在哪裡 資料來源一樣哦 只是怎樣 你用的演算法不一樣而已 其實都是K-means 只是裡面的參數的設定 有點不太一樣 就這樣子 一二三都算出來了 那第四個呢 他問你 停貼入本題 四個模型的最大準確率 第四個模型就是這個 這樣知道已經PCA 然後呢 再取淨兩顆 再進行K-means 再做一次 那是這種概念 對 然後看哪個最大準確率 這一塊 適捨無論誰人第四位 所以都是問你輪廓系數 跟這個最大準確率 就沒了 就沒了 分了 那各位老師他的待遍修檔 這待遍修檔看起來 會覺得哇好複雜 因為他是最多的 看起來是最多的 那時候很多其實都是註解 你真的看程式嘛 其實沒幾行 程式就這樣子而已哦 很多都是註解 註解裡面呢 放了很多都是參數的東西了 都把參數都給你了 所以其實幾乎很多都是把參數 翻進去就跑出來了 幾乎啦 幾乎這塊部分 好 所以我們來 看一下他的一個原始檔案 部分 好他的 哎 等一下哦 他的 待遍修檔 我們看看一下 他的待遍修檔 好 可以看一下哦 好 這邊 這個一開始 請你不要改 就不用動他了 然後這邊南派 這個套進的給你 那資料集這塊要你自己載入 這個 其實也不太曉得 為什麼要刻意 留著給你寫 這載入應該 各位都應該不是難事 自變數 因變數 自變數data 因變數是target 這個資料集的東西都一樣 然後做特徵標準化 都幫你寫好了 front import 這些都給你了 有沒有 就給你front import 一front import給你了 然後取出 書之類的類別書 那這邊的tudo tudo寫什麼呢 沒有特別跟你講 但前面有一個 就是標準化嘛 所以應該是要你把它做標準化動作 所以他這邊沒有特別寫 是應該 可以判斷標準化動作 好 那下面這些呢 就是你要建模了有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 然後呢 流程的 這個參數都給你了 所以這些呢 你幾乎哦 是照著參數 這個參數就一個一個寫進去就好了 你用K-means 然後將這個參數一個一個在進去 就跑出來第一個第二個了 跑出來第一個第二個了 他說請建立兩個K-means模型 除以下參數外呢 其餘的預設值 也就是說你只要把這兩個參數換進去 第一個第二個做出來了 好 那之後呢 這邊第三個請利用PCA結果 建立K-means模型 除以下參數外呢 其餘的預設值 也就是說你這邊呢 你也是幾乎全部帶著而已 那這邊呢 francetic learning.decompense stream import PCA 所以就用PCA 然後呢 將你的參數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跑出來了 然後之後呢 再做K-means13 這邊參數呢 一樣全部帶進去 所以幾乎都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這塊 就做出來了 然後這邊 前置作業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都做完了 接下來呢 就可以算他的輪廓係數了 那輪廓係數呢 這邊我們剛才前面 DBS已經做過一次了 所以這邊各位應該知道 Matrix裡面的這個輪廓係數 那這邊還有一個Currency score 這塊部分 那這邊呢 他這邊也幫你設定好了 LST name等於 K-means K-means++ K-means random K-means PCA base 所以這邊呢 就是你計算輪廓係數 就一個一個一個把它算出來 所以這邊 土度呢 應該就是你算出來 三個輪廓係數這塊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 將這個K-means這塊 的設定 再把參數翻進去 再把這PCA這東西翻進去 那這個PCA 其實在這邊已經做過了 只是這邊 他要你再做一次 因為這邊 K-means跟這PCA的參數有點變動 做完之後呢 再跑一次 這PCA K-means加K-means的輪廓係數 然後這準確度 那這個你有沒有要寫 其實他 最後一題要問你 也是哪一個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裡面有寫 你可以斟走 可以斟走這一塊 好 所以看到這些寫很多 可是呢 真正的語法 真正在裡面有的語法 其實不多 很多都是 註解 註解很多都是參數 只是叫你填進去而已 只是叫你填進去而已 只是這些參數 有些 他參數的 要填到哪裡去 他並沒有特別提 所以說 如果都沒有做過的話 有時候填你 還不曉得在哪裡填的部分 所以這邊呢 我們畫面就 帶過來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他要填的一個 一個 方式 一個方式這塊 好那這邊呢 稍等一下 這邊就沒有什麼 就沒有什麼reference這塊 因為他只是填資料而已 來 所以來給我們看一下 這個他的參考的一個語法方 左邊是原始檔 右邊是我們要填的東西 所以我們說第一個 第一個應該很單純 第一個載入資料期 dataset連絡在digits 然後是變數一變數 現在沒有問題 data跟target 所以 所以這個應該都還好沒有問題 那後面這個呢 這個也蠻特別的 就說他是特徵標準化 那他有scale跟standard standard的部分 那這個你他 因為他有給你兩個了 給你兩個是這塊部分 那有import scale 跟import standard scale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呢 其實因為他給你兩個方式 其實我們這邊做scale這塊 就可以了 可以的部分這樣子 這樣其實就做標準化這塊了 data等於scale xdg 這個我們幫我們的數字 這塊做一個scale 標準化的動作 所以這個data data有沒有用到 其實可以不用用到 其實可以不用用到 所以到這邊 我們到這邊就做完了 那下面這個呢 K-means這塊 有沒有 K-means等於K-means 因為我們這邊已經有import K-means這塊 我們在這邊 Franceton cluster import K-means 所以K-means1等K-means 然後跨物裡面全部帶 有沒有 參數複製貼上 參數複製貼上 第一個第二個就做完了 所以我們說 看起來很多 可是實際上都是一些註解 都是一些參數 就帶給你了 第一個第二就做完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第三個 第三個也是一樣 第三個也是一樣 這個第三個 有沒有 PCA等於 這邊因為我們 Franceton C-means .decommodation import PCA 所以PCA等於PCA 這PCA是這個函式 然後跨湖 這邊呢 ncomponent ntg-state 全換進去 全換進去哦 大家注意哦 全換去之後 還沒有結束哦 注意哦 這邊很多人 還沒有寫到這個 .fit data 所以我這邊呢 進了 這邊產生一個 降維的一個物件 一個降維的一個物件 這一塊 然後.fit 這樣我們data做了降維處理 所以這邊有一個.fit要注意 不然就要分兩段做了 這樣做完 結果呢 我帶給這個PCA 帶PCA這一塊 再給變速PCA 所以這邊有個.fit 這個要給大家注意一點 那之後呢 下面就一樣了 K-means3等於K-means 然後把這些全部換進去 這些全部換進去 就 K-means3就完了 所以第一個模型 第二個模型 第三個模型 第一個第二個幾乎沒有什麼特別 就帶參數進去而已 第三個模型 就是這個要注意.fit 好 你用這個演算法 然後這些參數設定完畢之後 建立一個降維物件 然後點fit 這樣我們data做一個降維的結果帶進去 好 這邊要做啊 這fit哦 這樣的話 你這邊K-means帶的這些東西 才會正確哦 不然你把這些參數換進去呢 你還是會出錯 你的PCA這邊還是會出錯 就這個他沒有 沒有特別提到啦 所以有時候 就是有說奇怪 為什麼這樣帶進去之後 還會出錯 因為這邊有個fit data fit data這一塊 好 前三個做完了 那前三個做完之後呢 其實前三題答案就已經有了 下面這一塊的部分 這邊其實有這個LOST 這個name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K-means 這個一個兩個三個 但是 我在原來三個裡面我再加一個 我就要加一個 因為他是name 那把model也翻進去 因為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一個對一個 一個對一個 一個對一個 所以這邊自己加一個model name我有了 那我現在用model LSDmodel等於K-means1 K-means2 K-means3 因為這邊我已經建立好三個了 1 2 3的變數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翻進去 所以下面這一塊呢 這邊就是你要跑出來 三個結果 所以我用for name dote model in zip zip這個函視 各位可能 我相信應該有些同學有用過 在你們專題這一塊 可能應該有用過 這zip這塊呢 我就可以將我這裡面 這邊是一個list 上面也是list 所以我將list裡面的一對一 第一個對第一個抓出來 一個給念 一個給model 好 zip就可以將我們的裡面的東西 這個個別一個一個對照出來 所以第一個 的東西 第一個 K-means1 K-means這個東西帶過來 帶過來 然後往下帶 所以model.fit data model已經有了 這model就是我們第一個 這個K-means model.fit data 然後fit完畢之後呢 你就可以跑出來我們的直的輪廓係數 對吧 因為fit完畢馬就輪廓係數了 所以我們帶我們輪廓係數 那這個輪廓係數呢 你可以像我們剛才的題目一樣 把它用成SS 這邊就把它變成縮寫 縮寫SS也可以 然後帶我們data 這個model.nl 然後後面要注意哦 這邊有一個這個哦 這邊 matrix等於多少 一個參數的設定 這個要設定好 這邊要注意一下 這一塊 把它換進去 水跑出的一個輪廓係數 然後呢小數點四位 好的部分秀出來 然後就秀出來我們的名字 跟輪廓係數 所以第一個秀出來 然後準確度呢 這邊準確度 我們用這個Eganesco 把它跑出來 輪廓係數準確度 所以就一個一個一個跑出來 所以三個都跑出來 三個跑出來的時候呢 你答案都有了 你三個答案都有了 對吧 第一題第二題第三題都已經有了 所以這邊就是最後的了 所以發現前面其實 沒有什麼 那這個呢就點fit要注意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利用 這個我們加一個model 我們用一個zip的函式 然後把它帶出來 其實 也還好 也還好 最後呢進行PCA降尾之後 再做K-mins 所以這邊呢 就是參數你要再重新做調整吧 K-mins等K-mins 然後一樣 這邊全部帶進去 翻進去 全部代碼翻進去部分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注意哦 這邊有一個叫 這邊設一個變數叫 履數data等於PCA 這邊全部帶進去 然後 這邊 這邊是因為我們做PCA 做降微的動作 好 這動作之後呢 這邊我們會做一個 點fit transform data fit transform data 加我們的這個值 然後把它做一個轉換 然後做完轉換之後 帶給這個 reduce data這塊 然後之後 最後呢 用K-mins 點fit 代理出 data 這邊 也是比較容易弄錯的部分 比較容易弄錯這塊 如果這邊做完 那其實基本上就 就差不多結束了 因為這邊流程還是一樣 輪廓係數跟上面的做法一模一樣 這小數點示威 然後輪廓係數 然後帶輪廓係數data K-mins 然後這邊也是帶哦 這個還是跟上面一樣 要帶的是這個 Hs等於這個部分要帶進去 然後這個currency跟上面一模一樣 做法都一模一樣 就把這要翻進去 那就會跑出來結果 那跑出來結果 他不是叫你秀出來第四個結果哦 他要你秀出來是最後 可能最大法號的值是哪個部分這樣子 所以他要你做的部分 注意哦 他要你做的是 四個模型最大的準確率 所以不是跑出第四個值 就是四個模型最大的準確率 所以你做完之後呢 你要判斷第四個 這值他準確度 跟前面三個比較起來 那個最大 我印象中 第四個不是最大的 第四個不是最大的部分哦 但是你還是把它跑出來 如果把它跑出來這塊部分這樣子 好所以 各位上面 上面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應該都可以做 這應該都還好 就這個注意啦 所以要寫兩個 實際上我們要scale就可以做了 scale就可以做出來了 就不用到standard skater的部分 這樣子 那下面只是參數設定 所以 畫面我就停留在這邊好了 就停留在這邊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然後稍微試做一下 比較注意的是 這個fit 這邊注意 然後這邊是fit transform 這塊部分 就是這個比較注意一點 其他的紀錄參數的設定 你唯一真正比較花時間的 就是在中間這一段 唯一 比較花時間的其他紀錄參數翻譯區 還有這邊 這邊的話 你給他做一些調整的部分 要不然你直接做執行的話 有時候會錯掉 這個是 我們經過了調整之後 跑出來的數據 是吻合的 要不然之前看他敘述直接跑 跑出來的數據是錯的 好 來 好 各位 這邊就是我們 手寫數字分群 那都是參數的設定 居多 居多這塊 好那這邊就 留給各位 稍微 語法還是要稍微試做一下 但是有蠻多的複製貼帳 這邊可能要稍微花一些時間寫一下 那小一點思維 是因為我們要讓他秀出來的 讓他秀出來的部分 好那各位稍微試做一下 那 如果等一下順利OK 要跑出來的 就是 你有跑完跑出來結果 那你再留一個1 留一個1的部分 好那等一下我們再 來看一下 結果的部分 好 好 好來 各位 好 那 我們 四個的 問題這一塊部分 我們就看一下 來看一下 各位 第一個是 0.1455 0.1455 把一樣轉下去 第一個是0.1455 第二個輪廓 模型幣輪廓係數是 0.1448 第二部分 0.1448 那部分是0.1388 0.1388部分 第四個 注意哦 它是填入本體四個模型的 這個最大的準確率 所以是準確率這一塊 所以第四個部分 你會發現其實做完之後 不是最後一個 它是0.2816 0.2816 0.2816 好 各位 這邊 如果這邊都有順利 這四個答案是一致的部分的話 就有一個二好 一個二的部分 0.1455 0.1448 0.1388 0.2816 來 各位 各位我們確定一下 各位你跑出來的數據 這四個有一樣的嗎 好各位如果跑出來的數據 請問你把數據帶出來一下好了 因為我這邊有測一下 哦對哦 ok哦 好那因為我這邊在整個重跑 來給各位新的四個數據 因為不確定他是不是版本有換過 應該是應該是版本有更新過 好來各位所以跑出來的 不確定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這部分版本有改過 內容有改過有可能 所以跑出來的時候新的數據 不好意思 新的數據 0.1441 第一個0.1441 第二個部分呢 是剛才同學提出來 應該是一致的 0.1410 沒有錯 那第三個的話是 第三個是一樣 所以是蠻特別 他應該是裡面的數據有 調有調整 那第四個的時候 他要算的是最大的準確率 這塊 他最大的準確率是0.2065 0.2065 這塊 因為其他的比較小 所以應該是跑出來的四個數據 所以有可能是Diaset更新的 但是我們跟各位說明 到時候的話 我們還是會以當時你得到的數據為準 所以這邊 可能這邊參考 流程沒有問題 只是來語法 那個 那個跑出來的四個數據 是不一樣 這是不一樣的 請各位依 目前看到這個數據為準 到時候你的流程一樣沒有變動 那 那這個答案本來就沒有要各位去背答案了 所以答案這塊 你只要流程有跑出來就好了 那答案本來就沒有要各位去背 也不能背 因為你說他數據真的調了 你根本也不曉得 這種知道期的數據調 你不會曉得 所以你就照你的部分 所以剛才的時候同學跑出來 是沒有問題的 好來各位 那如果你跑出來 跟這邊跑出來的結果一樣 那一樣好不好 留一個二 留個二部分 有可能 就先喝醉了 有可能 我會不會做到 你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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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你會不會做到 你的頭 你會不會做到 你的頭 你會不會做到 那一遍 你會對 感谢观看 好 好 好那这边如果有看 有顺利做出来的答案一次就留个2以下 好那如果做好了同学的话 我们就休息一下 我们一样到10分钟我们到11点 20好11点20这块 好那同学刚才对好 因为我看同学像没有回复 所以应该也觉得怪怪的 所以就是重新测试一次 好因为在之前是ok的 所以可是他怎么说换掉 希望我们晓得我没办法确定这块 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 我们到10点20 实在是1点20 所以我们再继续 好那画面我就先期望给各位好了 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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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那到这一边的部分 我们就将这个 這一題的部分也把它談完 那這邊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認證裡面 總共三類 注意三類裡面 然後各兩題 總共六題 六題這塊 那這邊跟各位說明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是明天就會考試 這塊 那這邊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注意哦 我們的 總共會有三類 那每一類 每一類都各一題 所以總共三題 每一題有各四個小題 所以到時候再強調 到時候考試的時候 他會有代表修短 他會有紙本的題目 然後呢 基本上他不像我們之前call charge 他會有一個 瀏覽那你把東西放上去 然後去測對不對 他只會有一個應該在你右下方 會有一個小空格 會有一個小格子 那你填資料而已 所以你就填數值 所以他從第一題的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 第三條題 第四條題 然後一題一題 送書 送書 送書之後就結束了 所以送書之後就沒有回來了 那他也不會跟你講對或錯 你把12題 12個小題 然後三大題12個小題 全部送完之後 然後他就 就結束了 然後就跟你講分數幾分 分數幾分這塊 所以他沒有回溯 再強調沒有回溯的部分 那他是一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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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的 所以你不是說第一題沒有做 先放著 我先做第三小題 第六小題沒有 他是一題一題一題往下的 所以是一題一題送書 所以也就是說 你就是第一題開始做 第二題做 第三題這樣做的部分 所以你就是只有一題一題做 每一個每題的第一小題 第2小題 第3小題 第4小題 第5題就是你第二題裡面的第一題 就這樣子 一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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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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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 這次要跟各位做一個說明的部分 這個第一個 然後 各位 我們有三類 那注意一下 我們今天談的是 今天談兩題是 第2類 是第2類 所以是30分 非進入學習這塊 好 那我们在上礼拜五谈到的 一开始的这个铁达尼 不是铁达尼号 波士顿资料集 跟塔拉宾资料集是我们的第三类 也就是40分那一类 40分那一类 所以这一类应该是相对来讲 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他40分 所以他是在第三类 好 那我们谈的铁达尼号 好 跟这个宝可梦是我们的第一类题目 第一类题目这一块 好 那铁达尼号 因为各位之前有做过练习 所以可能会比较熟悉 包括我们这块相对比较复杂 好像比较复杂这块 所以要做一些资料处理 其实要复杂 资料处理 所以可能各位六日有花点时间 去准备 可能比较OK 好 所以我们上礼拜有说过 就是你现在做的第一类第三类 好 如果已经做顺了 基本上就70分嘛 一个40 一个30 一个70分这块 那今天谈的第二类 一样就是 也是30分 所以每一个小题 就是7.5 7.5 7.5 7.5这块 好 那个别独立 好 特别独立这块部分 就是好 所以好 各位好到时候你会是 你的第一类呢 你可能会遇到的是 贼达尼号 或者是波士顿 或者是我们的 奥可梦 那第二类的话呢 可能遇到我们今天做到题目 DVSKIN的题目 或者是数字分级 第三类呢 会遇到我们的谈料病 或者是这个 波士顿资料级 好 这块部分 这样子 ok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到时候的进行 你不像说前面的题目 前面第一课第二课 你可以任选题目先做 他是一体一体一体进行的 所以各位就是 大概知道一下状况的部分 这样子 好那这边 我们看一下好 各位好 就是如果是明天要去印卡同学 还没有什么问题 提出的 如果说明天我要去考试同学 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帮我留个3好了 先确定一下 我要强调是流程 顺就是 那答案 不用去寄答案 因为你有可能它里面数据换掉 你也不曉得 好 大概知道整个的一个流程 我们第一颗 那时候 第一类 就是铁达尼 宝可蒙 二搜一 第二颗就是我们早上的DVSKIN 还有收集数字 然后二选一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波士顿 跟塔纳病 二选一 就这样 前面两类30分 后面第三类40分 好 那我们会 比較建议是第一类 因为第三类这块 因为各位应该 应该都比较相对来讲 比较容易 所以 假设第三类是可以拿分数 那你就第一类 因为第一类两题 其中一题比较熟悉 另外挺多琢磨 至少第一类OK的 第二类这块 你只要能拿到一些分数 当然你可以全拿 当然OK 第三类就不要 第三类相对比较单纯 第三类四题 每一题10分 那之后六小题 每一题7.5分 一样通过就70分 但是要强调 然后他是要全部12题都送完了 都送出了 他才会做評分 所以不像我们前面科目一题一题测 会有分数 这些没有 然后他没办法还原 这要跟龟说明的 好 那 那有 倒扣没有倒扣啊 我们的考试应该都没有倒扣 没有倒扣 最多就做错而已 没有倒扣 就是你填入的数值不对 就错而已 不会倒扣 没有倒扣 考试倒扣就压力更大 没有倒扣 没有倒扣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要参与 认证 明天认证的同学 好 好 那看起来应该 大致三个是没什么问题的部分 这样子 好了 各位 那如果说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大概就先到这一段 大家要这一段的部分 那我们在上礼拜 其实已经有预告了 我们这一半部分 我们会来谈一下 我们这个神力面 自动化开发的东西 那这个也会 刚好会有设立到 我们的这个比较 进阶点 刚刚是说 进阶点的爬虫的一个方式 那主要他的自动化这块 操作设定这块 那我们会谈到这个神力面的部分 所以我们等一下 要先谈一下神力面的一些基本观念 然后还有一些 东西你要先做点设定 才可以做使用 那下午的话 我们会来说明一下他的一些基本操作 的部分 然后呢 下午这块到3点 明天也是一样到3点 那我们就会留给各位 不管是你的专题 或者你的认证 就是做个准备就对 今天明天都是到3点 那后天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做发表 针对没有考认证的同学 我们就要做发表 这是我们在上礼拜 已经先说明过的部分 那这边 把资料放下去给各位一下 那各位你可以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的部分 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第17章的部分 各位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先将画面先切过来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的部分的话 我们来就看神力面的部分 那这个神力面呢 是一个自动开发 自动化开发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会分两部分 第一个是神力面 基础这块 所以包含一些他的概念 他的一些基本的安装设定 然后他的还有一些基本的使用 但是我们今天会谈的 那明天的话呢 我们会把它针对一些 特殊 特殊网页 就是有些网页 JR 产生的网页的方式 的动作 没办法利用我们传统的 Request的Bitro Super做解析的 我们就利用神力面 这边来做设定 抓取我们的资料 这一块的部分 这样子 这大概是明天会谈的东西 那谈完如果时间还允许的话 那我们会来谈一些 puzzle的一些其他的一些 状况 一些状况的部分 额外来跟贵的 谈一些状况的部分 这样子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 稍微先看一下 神力面的基础这块 好了 这边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动态网页 动态网页这块 那其实我们之前在 谈我们的这个 网页这块的部分 这东西 那我们说 网页这块有分两个 一个是静态网页 一个是动态网页部分 啊动态网页呢 就是指这个 这个动态的内容 我们叫dynamic content 也就是说 每次浏览的网页内容 可能都不同 例如说 同一个页面 丸子都一样哦 但是你 每天的股市资讯会一样吗 你的丸子都一样吗 但是内容可能不会一样 好的部分 这样子 或者你的商品价格 或者单日新闻等 你的丸子都没有变动 但是里面的内容 可能有异动 这样子 所以这些呢 可能都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就是网址不变 但内容换掉了 或者呢 因为使用者不同的互动 例如说 输入不同的插号密码 登录 所以 举例去没有好了 我到去没有网址嘛 那我输入不同的插号密码 所以跑出来的内容 结构是一样嘛 你的左边是什么动态 这是我们的画面 右边是什么画面 结构是类似的 那里面内容不一样 因为你输入不同的互动 输入不同关键字 输入不同的帐号密码 所以你得到结果 你得到的资讯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同样的一句没有网址 因为输入账号不同 所以你的内容就不同 那动态网页呢 是指网页的网站 这网站网页这块呢 会应用选择的互动 时间 各种各种参数 来决定呢 回应内容的这个网页内容 那里面呢 可以帮助我们 爬取动态的网页内容 他可以帮助我们做这块 所以说如果 如果这个网址 对应到的内容 都是每个都不一样 就是这个A网址对到的内容 有A的内容 B网址有B的内容 C网址有C的内容 所以你的内容 会因为网址而有所异动 那这部分呢 你就可以用request vue.sup来做进行就好了 好就不需要省力免了 好就不要省力免这块 是你的网址不变 但是你的内容会换掉 会换掉会换掉 好这样的网页很多很多 这个时候呢 你用request呢 一样可以抓哦 但是抓的永远就是第一页的资料而已 好所以之后呢 你做任何的点选任何设定 好那这个你都抓不到 你只会抓到当前的那一页的资料 好 那这个 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 带一个 一个 一个 基本的例子 这例子我们之后也带到了 我们之前有看过 之前有介绍过大乐透 乐透彩券这一块 我们之前 的实作练习 那现在大家是个页面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页面 我先各位说明一下 各位好这个网址 这是我们的各级开展结果网址 所以网址是这个网址的部分 那现在呢这边网址呢 目前带的是目前最新的 大家要偷得一个网址的内容 ok 那现在这边呢 各位 那如果说把这个 年份月份我把换掉 换成三月好了 按查询 按三月 按查询 查询之后呢 各位注意一下哦 我的网址有没有变动哦 我的网址是没有变动的 但是我那边有变动吗 有 三月之调了嘛 或者是换不同年 我的网址是变动的 但是网址有变动吗 没有 所以各位好 如果你用我们之前的request Uolib的部分的话 你会抓到东西哦 但是你抓到的是 这一页的内容 永远都是这一页的内容 你没办法抓到 我因为使用者的互动 他抓出来的资料 抓不到 抓不到这块 那我们说类似这样子 网页上面 类似这样的表格的资料 类似这样的选取的状况 有没有很多 非常多啊 很多啊 有些股市啊 汇率啊 一些东西啊 都是这种表格性的 都是你要选取的 然后做查询的 类似这种东西 因为网址没有变 但是内容变了 那你的request Uolib可以抓到这个网址 当下这个网址的目前的 好的资料 所以不是抓不到 会抓到 那抓到只有这一页而已 1108月 目前的资料 7月呢 6月呢 5月呢 你今天可以选啊 那选了之后呢 是抓不到的 抓到永远就是8月 最新的资料这一块 所以类似这样的状况的话呢 哎 我们的Uolib request 这块呢 就没办法 抓到之前的资料 好 那我们就会利用这个 Slimia这块 来做进行的部分 这样子 所以这是给各位概念 好 当你的网址 跟你的内容是 逐一对应的 请你用Request的Beauter Super 来做就好了 好 因为就 就已经可以对照嘛 网址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 ok啊 没有问题啊 但是网址一样 内容都不一样的时候呢 你就抓不到 因为永远抓 只得抓到当前 最新的这一页 好 这次跟各位说明一下 大概 他使用的一个时机这块 那回游团 我们的讲义这块 好 那我们看一下 Slimia的一个介绍这块 对于网路爬虫来讲 动态的内容 是指使用Dragscript的程式码 产生的HTML网页内容 那这些网页内容呢 在浏览器 检视原始码的时候呢 是看不到对应的HTML标签 这什么意思呢 各位 我们之后有一个网页 应该说有一个网站 那可以 让各位去大概感觉一下 在浏览器 检视的时候是看不到对应的 因为他被屏蔽了 这个语法有没有 有 HTML语法有没有 有都有 但是呢 在他语法上面 多了一个Jawscript 你看到就是那个屏蔽的Jawscript语法 所以看不到真正的内容 那你看不到HTML的标签嘛 所以你怎么知道标签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属性是什么 那你不晓得标签 不晓得属性 那你根本不能定位 所以呢 就无法使用到 HTML标签资料 好 会有这样的状况 好 那整个一面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 开放原始 开放原始码的网页应用程式的 软体测试框架 所以它是一个 这个软体测试的东西 所以它本身 目的的 并不是为了要去做什么 玩路爬虫 不是哦 而且是做一个自动化的开发 让你测试的自动化开发这一块 那是一组 跨平台的 自动浏览器 我们叫Automax Browser 简单讲 它会自动 打开浏览器 自动打开浏览器 自动在某个网站做某个动作 所以像 现在可能比较少 以往比较多 这种自动订票的部分 时间到 然后票就被订光了 就是利用这样的机制来进行的 那各位我们也会做到 那我们会做到点选动作 就类似做订票那种动作 他的目的 Slimian目的 是帮助我们 自动测试开发 的网页应用程式 也就是说你做好一个网页 那我怎么知道网页功能可不可以进行 那我可能利用Slimian 他就上这个网页 然后去点选 点选 送出点选 点选 然后截取 看一下你的流程 你的东西是不是顺的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他是一个自动测试软体工具 这样子 只是说 刚好应用在爬虫上面 他很像还蛮方便的 而且重点是他可以抓到一些 这种DropSripper 的一个页面的资料 这个在传统的request 比如Uliber这块 就没办法进行的 Slimian可以做 所以对于网路爬虫来讲 Slimian可以帮助我们截取动态内容 并且跟我们的表单或者网页 进行一些互动性的操作 互动性操作这块 就是刚刚好有应用到这边来 但他原生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去抓网页的资料 所以我们看一下Slimian这块 基本上 Slimian是启动网页软器 来进行这个网站的操作 这个自动化 这块 那不只可以使用这个 我们CXS的选择器 跟Space的表达式 来定位网页的资料 来截取我们即时的内容 那包含 JavaScript 程式码 产生的 HTML 标签 他也是用于 HX 技术的一个客户端的 动态网页制造的截取 此外呢 Slimian也可以直接跟网页元素 进行即时的互动 例如说表单 标签 主性这些可以进行互动 那我们使用程式码 来控制浏览器的操作 进行互动 也就是说你写了Python程式码 那你执行的时候呢 他会透过一个 Driver 这个浏览器的均用程式 去打开你的浏览器 然后这浏览器呢 他会去做动作 例如说点选点选点选 输入资料 然后送出 然后送出之后呢 你抓里面的内容 他可以做到这样子的部分 所以他可以做到登录表单 输入使用者名称跟密码 登录网站 也就是说我们会使用程式码 来控制表单上面的资料的输入 界面的选择 以及送出表单 这些使用的互动的操作过程 接下来可以做进行 所以在一些没办法 他一定要输入账号密码 才可以抓里面的资料 你总不会就是要怕什么时候 还要自己输入账号密码 还要自己手动去输入账号密码 他有一些前置作业 会比较花一点点时间的部分 这样子 我们说 Spider 我们的Eleconda Spider 其实帮我们装了蛮多工具的 那Selimin这一块部分呢 在目前来讲 应该还没有做安装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直接进行安装这一块 那安装这一块 其实各位 应该都已经有先 就是我们之前应该有试过安装的设定 那Selimin这一块的动作 他有两个部分要先进行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套件的安装的设定这一块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驱动程式 这两个要先有 之后呢 你才可以撰写语法去做进行 所以我们早上最后部分呢 就是来把这两个东西先装好 那也蛮容易的 蛮容易的部分 好那这边稍待一下 好来 好来那我们把画面先带到我们 桌面上好了 那我们先做第一个设定 就是安装套件 哎我看一下 安装套件这一块 这个我们其实之前已经做过了 那可能有些人做过的话 可能就已经安装完毕了 那如果还没做过的 或者你有换掉的话 一样在我们 左下方 安装空打里面呢 有一个 Promote PowerShirt Promote 两个都可以 随便一个都可以 点进去里面 点进去里面之后呢 我们做安装 安装的话 我们之前有做过 PIP 你可以先用PIP List 复习一下 好看一下这边有没有省力面 那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单 我们的 这个里面的东西都是 从英文大小 英文单词从A到Z 所以先看有没有省力面 如果S有就代表已经有了 像我这边已经有了 是因为已经安装过了 那一般的预设 各位应该有的版本是没有的 所以我这边已经安装过 Slimian这一块 所以先看一下有没有 有没有部分 那 如果有的话 像我刚才已经有了 你就可以用PIP秀 就是复习而已 Slimian的部分 他秀出来目前的状况 版本多少 网页在哪里 然后他现在用的授权版本是多少 那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用 那如果说你找不到 那就OK 我们就做安装 PIP Install 然后我们就用Slimian 就可以做安装了 所以安装完毕 像我这边已经安装完毕了 所以他会秀出来 Requirements already satisfied 这个我们之前应该都有错过 类似的部分 各位如果印象的话 大概在 两三个礼拜前 好 这边我们已经有做过了 所以请各位先安装这个套件 如果你跑出来是Requirements already satisfied 代表已经有了 那你要不要确定有没有 你用list 先做一下查询的部分 好 这边各位先做第一步 先做第一步的部分 那如果这边OK 没有问题 那一样 请各位留个1以下 先确定第一步没有做好 好 两个部分一定要做 要做之后才能启动 不然一定是不能启动的 一定不能启动的部分 所以第一步先安装Slimia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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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个我们安装指令 就PIP install Slimian的部分 好这个我们应该在之前讲意里面 应该有提到过了 套件名称 套件名称 主要套件名称 你一定会知道 那PIP install 我们应该做过三个 PIP list PIP show PIP install 安装Slimian 你安装完成 好 如果你是Requirement Oasis 代表已经有了 就不用安装了 就OK 好的 先安装完成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的部分 是 这个部分 赞 订阅 赞 感谢观看 好 来我们 我目前 大概是 来位同学 好下同学呢 好来各位 起来起来人数很像 好第一个应该比较单纯 好 各位你这边要要安装哦 不然你到时候一定不能执行的哦 有做好留个意义一下哦 好目前大概大概大概一半 好 因为这边跟前面比较不一样 前面的话 因为我们 Alconda都已经帮你装好了 所以是要inport就好了 好这边的话你是没有安装 你inport就失败了 好我们等下执行 下午一执行就马上就失败了 所以要先安装 这边我们会有两个动作要做 好 那第一个动作呢 套件的会 套件的安装 安装设定这一块 好那蛮容易的啦 好各位 如果你有做好 的时候就留一个意义 留一个意义的部分 那如果您做好同学有个意义的话 那我们早上的部分 就先进行到这一边 那这边部分 那下部分的话 我们会再把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的Driver这块 做好一点设定 因为他有一点小部分 小地方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些基本操作 自动打开浏览器 自动去抓资料 抓一点资料部分 截取跟解析 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下午就是省里面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操作 操作这块 然后我们到三点的时候 就会给各位一些时间 今天今天应该到5点 会两个小时 那明天呢会有三个 明天是到6点 所以我明天会有三个小时之间 所以应该 各位应该时间 应该是算充分才对 好 那这边陆续有同学在回复医的 好 确定一下 这边要做完了 然后我们下午就来继续 我们第二部分的操作 好 那画面的话 我就先切完给各位哦 来 第一个我们先安装这个PIP install 这块部分 先安装整理面 好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来安装 我们另外我们的这个 虚拟程式这一块 那画面我先切过来一下 好 我先看一下讲义上的说明 那等一下我们再安装这个 这个也蛮快的 只是一些小地方要注意一下就好 好 我看一下这个我们 整理面安装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是Python语言的 整理面客户端API 也就是我们的套件 我们套件这块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是针对 指定榴卷器的装程式 那这里我们使用的是Chrome榴卷器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其他的 例如说Edge 例如说Safari 都有对应的榴卷器可以安装 所以第一步这块呢 就是我们早上最后做的 安装Python的 整理面的客户端API 其实就是PIP install 这一块部分 所以呢 我这边直接进行 在我们的讲义这边 可以看到一个Anaconda Promoter 那我们就可以用PIP install 整理面就可以做安装了 红色这边PIP install 整理面就进行安装了 这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呢 是我们要下载跟安装 指定榴卷器的装程式 因为各位我们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之后 是利用Python的语法 他会去操控这个驱动程式 这个驱动程式会去打开浏览器 所以我们是利用语法 去驱使驱动程式 去打开浏览器去做动作 所以你要有指定浏览器 驱动程式 那一般我们用的 大多数应该都是Clone 去多啦 去多 可能也会用Edge 如果是Mac的话 你可能用Safari这一块部分 那这边 成立面呢可以透过驱动程式 来控制真实的浏览器 所以我们依使用浏览器呢 来下载安装 指定的驱动程式 那底下呢 这是他的一个官方网址 但是各位 不用各位去记这个网址 因为这个其实很容易 容易安装 所以我们直接打 Chrome driver就好了 所以我们会下载 Chrome 浏览器的车程式 那下载的时候呢 请注意哦 他会有不同的版本 他会有分可能是Mac的 可能是Ninus的 可能是Windows的 那所以你要选择适当的下载 只是说下载的时候也要注意 他下载下载是一个压缩档 但是我们不是要压缩档 我们要压缩档 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要把它解压缩出来 然后解压缩出来 然后放到 跟你的程式码相同路径 例如桌面上 好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要来下载 我们第二步 我们就下载 我们的浏览器 用浏览程式 那这边呢 我们就以Chrome 来做个说明 那画面我们就 切到我们Chrome浏览器 这边哦 我们来做一个说明这块 好 所以今天是我们第二步 好来 各位看一下哦 好 这个是我们Chrome浏览器 那各位 因为 浏览器这块 它有版本的 它有版本的区隔 所以各位 我们要下载这个浏览器的修程式的时候 你要先知道 这个浏览器的版本是多少 那我们以Chrome浏览器来做个说明 它的版本怎么看呢 很容易 在右上方这个点点点 点一下 那这边有个说明 就有个关于Google Chrome 你点一下呢 就可以知道它目前的版本是多少 好 所以目前版本是104.0.5 112.81 那各位 这边你只要注意前几个就好了 最后面的版本多少 最后面微码这块无所谓 好 因为它版本更新的很快 所以跟我们等一下Chrome Driver呢 未必对的上 没关系 你只要前面的版本这边正确就可以了 后面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是104.05 104.05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到这边呢 另外开一个 视窗 那我这边打一个Chrome Driver Chrome Driver Chrome Driver 或者你打Web Driver也可以 其实都可以 Web Driver也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看看打哪一个都可以 Chrome Driver 打Chrome Driver好了 然后说呢 这边会有一个Chrome Driver Web Driver for Chrome 其实是类似的 点进去里面呢 就会发现 这是Chrome Driver的官方网站 那里面呢 他就有讲 All versions available in downloads 那底下呢 就有 Lasis的Beta 跟Lasis Level 那我们说 不管是哪个东西 我们看的是版本 那我们刚才有看到吗 我的版本是104.05 这样就好了 后面无所谓 后面无所谓 所以要装的应该是这个 104.0512 那我点进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呢 他这边又有分不同的 平台 那我们要的是Windows平台 那Windows平台呢 只有30而已 没有64的 那 因为我们现在的电脑 原则上各个电脑 如果你是Windows平台的话 应该都是运7 运8 或运10 或者运11 有可能 那不管你是运多少 只要是运7 运8 运10 运11 基本上 倒是Windows64位元的 那64位元的电脑 用32位元的东西 没有问题 这边提供32位元 无所谓 没有问题 所以请各位要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之后 注意他是一个压缩档 但是我们有说明过 我们不是要压缩档而已 你要把压缩档的内容 请各位要把它解压缩 要把解压缩这块 所以你要把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 嗯 我们拉到这边来好 好 各位好 这边好 这是一个压缩档 那我把它解压缩 请各位好 你好 你的解压缩工具 解压缩之后呢 里面会有Chrome Driver 这才是我们要的 那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把这个解压缩的资料夹 把它这个资料呢 取出来到我们桌面上 好了之后呢 你的程式码在桌面上 这样好 我们才可以 才可以去测试 有没有成功 所以各位 Slimi要用 第一个套性安装好 第二个 空洞要有 请各位 你的空洞要解压缩 要下来下来 就觉得可以 要解压缩 里面的才是我们的轨缩程式 你的轨缩程式 跟你的程式码 请在相同的目录 不要说读不到 他找不到 那就是没设定好而已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那这边 我们就给各位去稍微操作一下 那如果这边都做好了 空洞 车 已经 解压下载 解压缩 安装完毕的 的部分 那就请各位留个1好了 空洞 车 要下载解压缩 解压缩 之后要取出来 然后跟你的程式码到相同路径 OK的 请留个1 好来各位 那这边 我看多数应该都好了 画面我们带过来哦 好来各位 如果都OK的话 那我们就来做验证 好来 好来各位 那 如果你前面 前置作业都做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利用一个基本的语法 来做一个验证 这块 好 但你前面都做好了 我们就可以汇入 vivoDriver跟Tite模组 我们底下程式码 然后呢 我们可以指定浏览器物件 我们叫Driver物件 那 Clone这函数 它会启动Clone浏览器哦 那如果你用Firefast函数 来启动Firefast函的一个浏览器 如果你建议是Edge 就会启动Edge的浏览器这块 所以它的相对函数 就是启动相对浏览器 但是TuneC要有 不然不会动哦 那我们的参数呢 是CloneDriver.ESC的虚拟程式 那在这里指里面呢 和Python的程式码是相同目录 所以等一下各位 好你的程式码 要跟你的 虚拟程式在同一个目录才可以 那底下部分呢 我们会呼叫Sleep函数 暂停三秒钟之后 你可以呼叫Quit 或者Close函数 来关闭软器视窗 所以这边呢 很单纯 只有四五行而已 很单纯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哦 From Slimian Impro A-Driver 好注意哦 是From Impro方式哦 From Slimian Impro A-Driver 之后呢 有Import Time这个模组 然后呢 这一行注意哦 这一行重点哦 Driver等于A-Driver.Clone函数 那各位 A-Driver是我们的模组 然后点Clone函数 注意第一个字C是大写 然后跨户里面的东西呢 你可以都不写 如果你的修程式的名字没有变动的话 你没有改名字的话 好 那预设就CloneDriver 所以你不用特别写 但是如果你有改名字的话呢 你这边就一定要写 那原则上我们不会刻意改名字 你有修程式改名字 不会啦 所以你就不用特别写了 那这样做完之后呢 它会产生一个我们叫做浏览器物件 因为这个浏览器物件 这个Driver物件呢 就是你的浏览器 就是你的浏览器哦 注意哦 就是你的浏览器哦 所以这一行做完的时候呢 就会自动打开你的浏览器 所以你也看到你的浏览器就打开了 打开了之后呢 他会等待三秒钟 然后完毕掉 所以等一下 各位你的语法做完的时候呢 他就会跳出一个浏览器 然后左上方 浏览器的左上方要秀出来 Clone目前受到自动车车车车车车控制 1秒钟 2秒钟 3秒钟就关闭掉 好就自动关闭四川 所以等一下各位 你自信的时候呢 如果你有看到浏览器跑出来 然后看到上面的讯息 然后3秒钟之后消失 那就代表你的前置作业是没有问题的 何谓前置作业 他有件 有安装 然后呢 Driver有驱动程式 有放到正确的位置 就可以顺利打开浏览器 不是你打开的哦 是程式 透过驱动程式 打开浏览器 3秒钟自动关闭 所以请各位测试一下 如果跑出来没有问题 那就留一个二框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 请问一下 那个 你说那个路径问题 他是要跟Spider放一起 还是要跟 不是啊 跟你的程式码 我看我说吗 跟你的程式码 你的Driver跟你的程式码 都在同一个地方啊 就这样子啊 程式码指的是什么 我现在开一个 新的 新的 那个点 点 Python 档 还要放到同一个目录底下 对啊 放在同一个 例如说桌面啊 你的程式码存到桌面上 你的空中摔尾在桌面上 就这样子啊 啊 然后等一下就执行你的程式码 就是了 那我试一下 好谢谢 好来各位 这边请各位 先稍微试一下 只要的顺利跑出来 然后自动关闭掉 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有个二 所以我们同一个路径 应该我们在之前的 蛮多练习应该都有过才对吧 我们蛮多档案 就是跟各位说明嘛 我们的CSV之前的概念嘛 都是为了避免路径的问题 我们都放同一个路径 不见得放桌面上 就是同一个路径就对了 这个我们在之前 应该好几道都是这样的例子 我们有些同学 很快的跑出来了 各位其实应该也蛮快的 就基本设定而已 你知道基本前面有做 也不是很复杂 语法也不是很复杂 好当各位上礼拜 我们学的你这样跑完之后 现在看这个就觉得还好 有些同学跑出来了 那陆陆续续又跑出来 同学再留个二 如果有问题的还是要提出来 因为这个如果不能做 你后面都不能做 你后面都会有问题 我们后面都是用省力敏人来做 今天明天都是 所以最起码基本的开启关闭 没有什么动作啊 就这样子而已 要能顺利试出来 老师 跟你说怎么样 我把Chrome Driver 放到 跟我的城市把放在同一个幕幕之下 他还是说他找不到路径 你带出来好了 你把你的画面带出来好了 你的城市 确定跟你的Driver 或者是在同一个地方哦 对 你把画面带出来 你的空车要解压缩 你有解压缩吗 有 那你把他带出来看看 我看你的城市吗 等我一下我连上线 因为我的是在 我是在Mac上面 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有问题 跟Mac应该没有关系 还是是入侵的问题而已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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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如果其他要留个二一下 我们应该满多都好了 满多也还好 大概十来位 好 各位小同学你要是成功哦 不然你后面你没办法做 先说明 这样后面 因为我们都是用 这个Slimit来做操作 这都透过浏览器做操作 不行 所以你要是浏览器开不起来 你后面会没办法做 我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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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偏好 一層一層一層 那你們畫面切過來 我們控一下 老師幫我看一下畫面好嗎 嗯 我有打錯字嗎 沒有啊 你的程式嗎 你是放在你的程式法 放在哪裡 放在你的Python嗎 對在這裡 控制服務員 然後再來你執行 你的西亞 看一下你的單 西亞大協沒有錯 西亞大協 對對對 對阿 你 八千八千 應該不只哦 好再執行看看 因為我看你是MARCHO找不到 對MARCHO找不到 對阿 你是打字都打錯了 S-E-N-I-U-M 微波Driver 你的Driver都沒有呢 你的Driver你有安裝嗎 呃有啊 你的Driver 你的Driver可是他市面是找 連你的Driver都沒找到耶 呃我給老師看一下 你這個人看都沒看到耶 在這裡 你關掉一下 看看 你那個右下方 叉叉關掉 右下方直接從 重新開右下方那邊 哪里 這個XX 這個Console都已經關掉 發自行一次上看 WaverDriver 你是根本連 你是根本就沒有啊 你的MARCHO根本沒有找到耶 對阿 啊可是我安裝 下載下來有執行嗎 有有安裝啊 嗯 剛剛這邊已經安裝過了 嗯 全一次 你安裝一張看哈 PIP install 你 Slimian給我看一下 你PIP install 然後Slimian I-U-M I-U-M U-M S-E-L-E-M I-U-M 好 然後關掉再執行看看 是不是 這個應該沒有錯嗎 這邊沒有問題啊 那我沒有問題啊 而且你是在 你是在 你是在運動環境下嗎 對 對 運動環境下應該很單純 還對 Mac可能還有一點 可是運動環境下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對 可是你找不到 你是整個 你是找不到呢 嗯 你的 你的spyder 只有一個版本 應該沒有 沒有兩個spyder吧 沒有 我只有一個spyder而已 你執行 我看你執行的時候 執行是但全部 全部執行哦 你執行 你的路是 在wonshap裡面 不用執行 我沒有執行 我們都沒有跟各位講 要執行 好 後台 quit 你在 prf1 prf1 哎好 我看你的 不對 對 你是Gridware 你是Slimian 根本就 你是沒有 你是Slimian 根本就沒有了 DMIUM的部分 把你那個Spider重開一次好了 我確定一下 好 RESTAR 重開Spider這一塊 在低潮 好 再跑一次看看 老師這個跟我把那個Enoconda裝在低潮有沒有關係 原子上沒有關係 你裝在低潮 他安裝後也還安裝在低潮 所以跟你裝在哪個潮沒有關係 可是跟你的 可是你這邊看起來就是Marcho沒有 你是根本沒有Marcho 你是根本沒有 你把你的那個Slimian 解除安裝好了 Slimian 解除安裝 Uninstall就對了 對 PIP Uninstall PIP Uninstall這一塊 PIP Un 老實是N Ui Un 你的狀況比較 蠻特別的 PIP Uninstall 整理門 然後重新按轉一次 原則上 原則上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YES YES 好 再重新再讓他轉轉一次 Coin 用一個install 老同學問到one drive 我們有看到one drive 可是one drive 因為雲端 可是雲端 原子塵應該不影響 因為你有安裝 欸不對 你這邊怪怪的哦 你這邊有問題哦 你已經安install 怎麼可能還有 你怎麼可能還會再回來 已經解除安裝了 老師他這裡的路徑 是在C user 這個並不是我的 AnoConda的路徑 那也不太對啊 可是你的你安裝是在 你AnoConda是在 不對啊 那你看一下 你的點選是在 等一下 你的右下方的路徑 我的AnoConda是裝在第一槽 在這裡 對 可是我說你的promoter環境 嗯 他應該會跟 會跟你的AnoConda環境 應該是一致的 可是你這邊跑到西 對 那我是不是要跑來這裡安裝 你試一下好了 你還是會在左下方 空檔那邊 然後你找這個 Navigator好了 在這邊方嗎 沒有左下方這邊 然後左下方的那個 開啟的視窗 左下方Window那邊 我看你來了 空檔 好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哦 你這邊 你這邊下面 好 這個上面那個黑 那個黑色這個promoter 這邊 對啊 等一下 你這個路徑應該是一致的路徑 嗯 好 你這邊 好 你這邊解除安裝嗎 你看 就在解除安裝 因為不太可能解除安裝 然後再安裝 然後會寫recommend 不對啊 你這個有 你這個有 你等一下應該有狀況哦 你再解除安裝 你再安裝一次看看 你解除了就不會有了 然後不會有 你再安裝 應該會重新來 對不會再又 不會再跑出來 然後reparment reparment reparment 就不對 這比較有可能的是 你有兩個 你有兩個地方 好 你按enter 好 你按enter 按yes 好 就已經解除安裝了 所以你再安裝一次 應該要重新安裝才對 同學會不會安裝兩個 好可能 沒有人嗎 那安裝看看吧 因為如果這樣還有的話 那就是你的系統 有狀況 應該解除安裝 應該是不會有了 對啊 可是你這個 你這邊還是有問題 你看你這邊還是 reparment already 嘛 你這邊還是 already哦 可是你是在 C user 你是在解除安裝的哦 可是你再跑還是還是可以跑 好 這個就 這個就 這個就不太合理哦 虛擬環境的 comment line 他虛擬環境只有 你這邊有虛擬環境嗎 他這邊應該 你除非你 還要鑽2個去 然後鑽2個不同路徑 就沒有啊 對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 那就很奇怪 這裡有一個 7月17 那你又一個低潮的 怎麼會這樣子 那就要問你 那叫問看 為什麼你這邊會這樣子 那我 那我是要 單調一個NR空打 原則上我們不會有兩 我們不會有兩個啦 我們不會有兩個的空打 因為你將會造成 不知道不知道什麼樣的狀況 對那我不會在一個錯的環境裡面去解 去解Bug 就是讓環境都不對了 我會把環境把它弄得比較乾淨一點 不然在一個混亂的情況下 你去解這個東西很奇怪 就是他本身就已經不乾淨了 已經怪怪的了 對齁 11號同學 你看到知道 Version錯了齁 我剛才說你要去檢查 你把門都錯掉了 那個訊息就可以看到出來嗎 Version就已經錯掉了 好那這邊強調一下 NR空打這塊你抓到呢 原則上你抓哪裡 抓到低潮那些應該有不影響 我們之前有同學抓到其他潮也不會影響 所以應該是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 因為這邊看起來語法 語法本身沒有 語法很單純 語法的話除了那個吸 注意一下 吸派應該都不會有問題 剩下就有轉尾放在同樣的地方 因為應該說大多數應該都可以順利執行 所以沒有執行的應該都是有 狀況的 都是有些狀況的 不分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話你 我確定一下你那個低潮灣載浦 他那個灣載浦這塊是會連到雲端的嗎 你那都是傳到雲端嗎 對 這個我們也不建議 因為你的資料都傳到雲端 他會同步 你的電腦會同步對不對 這個沒有不會不會存到雲端 是我的那個project project這個才會存到雲端 我所有的程式碼都在這裡 這個才會存到雲端 對 因為你會有同步 這種同步我們不確定 因為他有時候是同步這一塊 當然 你的安裝檔 安裝檔 不要在雲端 因為這樣的話其實 你會不曉得會不會 在傳輸的時候什麼狀況 這就很難說了 可是你這個的確是有問題 對 因為你現在是找不到 對 你可以 我這裡 這一個 這一個使用者的Anaconda 跟這裡的Anaconda 應該是 你不會有兩個Anaconda 原則上不會有 預設 他現在裝了兩 你安裝兩格 那就是會有衝 不知道是跑到哪裡去了 User 下一個 然後低潮一個 對 可是你有兩個 你有兩個 那也是很 就是很奇怪 你那你應該你的 你的左下方那邊應該會有兩個 可是你左下方那邊只看好 看到一個 對 所以你左下方那邊的空檔 那邊只有看到一個而已 你那個Spider 應該是開低潮的那個Spider 所以沒吃進去 是不是 呃 我再確定一次看看 哈 沈 沈建民已經沒有其他的啦 對啊 沒有其他的 你 你陳世錡那邊 陳世錡 我看一下你的 本機檔案 本機檔案 要解除安裝這邊 本機檔案這邊 然後 主要是看你的 你看左上方檔案好了 左上方的檔案 左上方 檔案 對 你的路徑不太一樣 裡面有電 你這邊沒有 解除安裝 看你解除安裝程式 你裡面到底有幾個 要先確定一下 裡面如果兩個的話 就會有衝突到了 解除安裝 解除安裝 你有沒有解除安裝的 你的路徑在哪裡 控制不到 你的路徑 你的路徑跟我的路徑不太一樣 電腦 你這邊有電腦嗎 你 下載 下載 一樣的 你在最左下角 那個Windows視窗 那邊按右鍵 滑鼠右鍵 對上面就是解除安裝 應用程式 與那個 應用程式對這個 這邊看一下 你看一下有沒有 你的空檔上面 你有幾個啊 你有嗎 你有嗎 你有抽一格而已 就沒有了 所以不曉得你另外一個 什麼跑出來 我我我把它解除安裝好不好 然後我重裝好了 嗯 這個可能要看一下 對 可能 我看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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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一下哦 我看你的程式碼 等一下 我看一下程式碼部分 你到你的Spider 啊 你看起來 我看沒有看 也沒有 應該 那應該也沒有關係 好 這行 我確定一下 你有沒有檔名叫Sanemian的 Sanemian 剛剛那個嗎 不是 你有沒有程式檔案名稱叫Sanemian的 沒有 都沒有嗎 哦 對 好 好 各位 我們應該在之前有 提到 有提到過 你的程式名稱 絕對不能跟模組 套件名字一樣 因為會被蓋掉 啊 你的 你的程式的答案名稱 絕對不能跟模組 跟套件的名字一樣 所以你不要取名 什麼Numpi.py Pandas.py Sanemian.py 一定是會錯掉的 因為你會蓋掉你原來的東西 我做 我做一個實驗看看好了 不知道桌面 就你的敘述 就你跑出來的敘述 跟這個應該沒關係 因為你是Sanemian沒有 你不是空摘我的問題 不是 對啊 你可以撤起支架 那有些同學問題的部分 6號是3號 我剛才有同學 你要個檔案名稱 不要跟 你的模組名稱套件名 你的程式名稱 不要跟模組套件一模一樣 會改掉 他是一樣 2 3號是入境不對 馬馬雲一開始是入境不對 我入境跟 程式是放在同一個目錄底下 還是一樣找不到 對 所以 你畫面可以切割一下好了 因為你看是入境的部分 找不到路徑 我沒辦法分享畫面 為什麼不行 因為如果 歡迎不能分享 我們只能就你的 所有訊息看到 你的所有訊息看到 的確就是入境不對 找不到 這邊的話 你神秘密 你就是溜覽器 一定要開起來 不然你後面 你都沒辦法做 只要溜覽器開不起來的 後面都沒辦法做 原則上 因為應該大多數同學 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他的設定 現在已經比之前來的容易 以前比較複雜 現在設定面蠻複雜的 現在比起之前來的容易多了 來容易多了部分這樣子 其實你只要安裝好 然後這個路徑有對 然後 然後Driver 解壓縮取出來放上去 那我們幾行語法 應該都可以順利跑出來 所以大多數同學 應該都 應該都會蠻順利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以前的比較麻煩 以前狀況比較多 所以畫面你可以 23號你可以切換 你如果你可以切換 如果不能切換 因為你目前看起來 DV的路徑 你的路徑就是不對 所以你要同一個路徑 所以你要買就把它放在桌面上 你的Driver 解壓縮 解壓縮裡面的內容 要拉到桌面上 不是解壓縮結束 裡面的資料夾 裡面的內容 放到桌面上 跟你的程式碼 如果你的程式碼在桌面上的話 就訊息來講 他就是路徑不對 找不到路徑 6R同學也是版本不對啊 版本不對啊 我們有請各位去看版本 Driver 我們Driver 我們打開瀏覽器 我們去看 聽到嗎 6R同學看一下你的版本 版本下載錯誤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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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來好那其他同學呢 有幾位同學還要來測試 下同學 應該都 ok 吧 原則上順利 應該說原則上應該都要能順利執行 原則上 那除了可能有些同學是MAC MAC可能會有點狀況以外 但是如果是Windows的話 正常狀況應該都 蠻順利才對 如果你的前置作業都有做好 那你沒有一些其他的零星的狀況 會有出狀況要嘛就打錯 如果沒有打錯 像剛才的話 要嘛就是你內部 例如說鑽兩個啊 或者怎麼樣有衝突到這些 的部分 那這狀況就很多了 就難說什麼 就要看他看你的敘述 去做判斷 啊 所以大多數都是版本安裝 版本不對 說明開始跟鬼講版本要對 然後下載下來解壓縮 放在同一個路徑 這都是很多同學會放的錯誤 這些如果你都 ok 基本上應該很順利開起來 對沒錯啊 自動開自動關都成功了沒錯 是是 因為我們就自動打開3秒鐘 自動關閉 這樣就成功了沒錯 我就用這個 對應該算基本的測試而已 但是這邊一定要一定要先打開哦 因為我這才沒起航 之後我們要抓資料 你亂七沒有自動打開 你後面就沒辦法做 你後面都沒辦法做 都沒辦法做 好那各位 那如果你有順利 做好都沒有問題的 那你剛才已經有回復 回復2這塊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好了 我們休息10分鐘 我們兩點10分 我們再繼續 等一下 我們就要測試一下 他整個的一個流程 然後裡面這些使用 來 好來各位 那這邊 這是二商的同學的嗎 對老師 我這個還是找不到路徑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你那個畫面 嗯 你是麥克的嗎 對 東西已經在我把他放進來 我把他刪掉 重新再放進來也是一樣 你看控制 那個資傳拿掉好了 哎 等一下 你你 ok 好 好 控制外資傳拿掉好了 拿掉 然後我看你上面的 你錯誤算面是上面的訊息 錯誤訊息上面第一行 第一個 我要看第一個了 第一個是錯誤 那幾行 他這邊是也找不到耶 你看到紅色這邊 這應該下面下面下面 紅色這邊啊 他找不到你的答案 Chrome driver 他這邊找不到你的答案 你那個看守叉叉關掉 好像同學執行一次上看 對關掉 那同學 好我們再跑一次 對啊 他這邊還是也找不到你的路 你的路徑 你的路徑是放在 在TQC TQC拔卷裡面 對 直接放在同一個目錄底下 可以往上列確認一下 是不是真的同一個目錄 已經是在同一個目錄底下了 放在同一個刷牙面錄底下了 他那個中間那個 檔案框上面 檔案框中間可以按 你按那個上下看一下 呃 不懂 從中國特設計畫的 是在同一個電影 從人口關掉 現在是在同一個 每件聲音表上 可以按摩 感谢观看 那个23号同学呀 1号同学讨论缺有贴网址 你去看一下啊 你都没有在看 我看懂了 Mac会入的地方不一样 要到UserBin里面放下去 那个里面我也有放 还是不行 UserBin里面 我原来就已经放到UserBin 在UserBin里面不行 我才把它拉出来的 太奇怪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我正在看了 好 授权 可能看起来应该是 Mac的 狀况会比较多一点 那同学留言的有两个网页 所以你要看两个网页 这一块两个网址 你现在看的是第一个 还有第二个这一块 的部分 好 所以第一个跟第二个 后面还有下面一个网址 你要看一下 你现在看的应该是第一个 还有第二个部分 好我再看一下 对 再看一下部分 好 那 这边可能二三号选 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那 我们这边还是先往后面 因为大多数同学 应该都好了 我们要继续往下面看 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 原则上 就是可能Mac这块可能有点状况 那这状况 依照目前各位 同学有Mac的状况 依目前同学 有Mac同学遇到状况 跟之前同学遇到Mac的状况 不太一样 也不太一样 所以 可能在Mac这块真的 因为他可能安全性控管 相对Windows 真的比较严禁 所以状况也比较多一点 那Windows的话 基本上 应该以前也有 以前也以前 也不好安装 但是到最近的版本 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原则上大多数同学应该 你可以順利安装是正常 那順利安装应该都是正常的 没有什么特别 是不順利安装 才是比较特别一点 順利安装应该就是順利安装才对 因为要先安装比起来容易 好 那前面的话 因为之前有请各位测试 如果都有ok的 你下面还要进行 不然你后面真的就没办法进行 因为我们都是会利用程式 然后利用程式 开启就是浏览器 然后做动作 好 这边的话我们说明一下 这边 那我们要取得网页内容部分 那当你使用生理面 集中利用软器之后 就可以使用get函式 然后指定网址才入网页 那程式码呢 互叫get函式 我们到example.com 这个我们之前也有去过 好 那这个get呢 就相当于request.get 类似这种概念 只是说你用driver.get的话 他真的会到那个网页去就对了 你可以等待几秒钟的部分 那通常我们到一个网页到一个网页 为了怕网页 有些网页他开的 开起来的速度要花点时间 可能里面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们通常不会马上 就过去马上抓资料 我们会到那个网页 然后稍微等待可能3秒钟5秒钟 然后再继续抓资料 所以我们都会有等待时间 等待时间这块 那参数8秒呢 像8秒是设定等待时间 但成功载入后就结束等待 但是有可能等待更长时间 所以8秒不是说真的等8秒 太点sleep是真的等待那个秒数 但是我们像这个implicate 这块是8秒内 如果8秒以内 他就已经读完资料了 他就结束掉了 不会真的等8秒 这块也不会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超过8秒 可能8秒还没完成 他还是继续往后面等 他不会说8秒之后就不管你了 也不会 所以8秒内完成 我就直接往下走 他不会真的等8秒这块 浏览器成功载入我们的网页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点标签的方式 你就觉得奇怪了 点标签 感觉很像是beauty or super 但是这个driver本身 你到这个网页之后 就可以用点标签的模式 他就可以抓到标签的内容 然后你用patch source 就相当于我们的点test 你算是物件 点test 就在我们的原始 啊 所以点标签 他可以做这样执行 很像beauty or super 点pay source 就像我们的这个点test response物件的点test 取得没有原始 然后输出我们原始 然后做关闭掉 各位 Slemium 这套件很特别 他拥有截取的功能 也有解析的功能 所以他可以截取也可以解析哦 那重点 不再截取解析而已 重点在于他可以 做不管是自动化 或者是一些动态網頁 的资料 的资料收集 这才是重点 所以这一块 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拉出来 因为这一块 其实蛮多东西可以提的 蛮多东西可以提的 不算这样子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浏览器 刚才有说你跑出来 这边也有办法做 不然一定都没办法做的 你driver 这块一定要先开出来 因为我等待8秒钟 然后呢 我的driver就是浏览器 他就到这个网页 到这个网页的时候呢 你就有这个网页的原始码了 所以就driver.title 你到这个网页就有原始码了 你不用再得到什么 就算15件这些不用 你的driver到那边 那就你的driver本身 就已经有这个原始码了 所以就driver.title 然后抓我.title source 就得到相关资料 然后就秀出来 quit的部分 所以这边呢 是我们解析 我们的网页的原始内容 就这样带 下面呢 我们下这个网页呢 可以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部分 那这边呢 我们用神力面单做截取 然后我们利用Beautiful Super 当做解析 他也可以结合来用 所以神力面取得的是浏览器 即是产生的HTML表现 就是当你到这个网页的时候 这个网页的原始码 你就拿到了 你就拿到了 好 那我们可以配合 Beautiful Super 剖析取得HTML的标签 并将它粗粗儲存HTML的档案 以便进一步呢 使用开发人员工具 来分析我们的标签 所以下面呢 神式码呢 其中一个软器 载入我们example.com的首页之后 首先写成他有标签 在下方呢 我们建立Beautiful Super物件 让参数PaySource的属性 取得我们即使取用者标签的部分 所以各位看一下 这边 from Selimium info driver 然后这边 from BS4 import Beautiful Super OK 有没有 Selimium做截取 我们用BS4 然后做Beautiful Super做解析 所以Driver等于Driver.clone 那这边你可以不用写 如果你的档名没有换的话 得到一个Driver物件 这一行做完 浏览就打开来了 之后呢 等待十几秒钟 我到这个网页 之后呢 我抓我们的网页的title 这很像是我们Beautiful Super 点标签的概念 然后之后呢 这边我形成一个解析物件 我用Driver.playSource 这个部分呢 我们说相当于我们的 Response物件.test 就得到我们的资料来源档 然后解析器 得到一个解析物件 Super 之后 注意哦 这边就是一个解析物件 之后 我行 我这边做一个答案物件 各位 这边我们用 我们不是用VisOpen而实 VisOpen而实 这块部分 VisOpen而实这块的话 就两步骤 我们今天不是用 这个Open的函式 所以要上步骤 会有close动作 所以FP等于Open 我要打开这个答案 我要做写入 编码格式设成DQ 把形成一个答案物件 那因为我这个FP呢 是W 所以是做写入 所以我FP.write 那write这块 夸文里面我们有说过 write函式里面带的东西 全部都是置穿 这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我们第一阶段最后面 的时候 在知道分析之前 跟各位说明过 这是 檔案物件 檔案物件的write函式 里面带的置穿 那我的SUPER 跟我们SUPER 不是一个解析物件吗 点Britify 点Britify 就会把它变得比较结构化 结构化这块 那我们说 这个其实很特别 我们说SUPER这块 各位如果印象的话 我们上离拜提到 SUPER这块呢 表现出来跟置穿很像 但是它不是置穿 它是一个解析物件 解析物件这块 所以这个SUPER里面 你可以点标签 置穿不能点标签 好 但SUPER点Britify 就会秀出来 比较有结构化的资料 但是我们FB.write write write后面只能写入是置穿 但它这个 其实你要讲它是置穿吗 它其实也不是置穿 它可以做写入 所以这是一个还蛮特别的 write 函数 基本上都带来都是置穿 如果不是置穿的话就不行 所以 这个部分 它写入它可以 你只能说 它可能表现的很像置穿 但是SUPER不是一个置穿 那write 里面 原始三星应该是要置穿 但这写入没有问题 所以输出写入档案 index.npl 然后做close 为什么做close 因为我们是用open函数 我们不是用vis open 而式 vis open 而式 vis open 而式的话这边就不用写了 之后 driver and quitter 所以各位 从第三行 driver 开始 然后一直到你中间坐坐坐坐坐 坐到后面 结束掉了 driver and quitter 因为 driver 你里面的内容都在 driver 里面 driver 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驱动 就是你的浏览器 当你有浏览器关掉的时候 你上面那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跟我们request and get get不太一样 request and get 是将网页上的照带 带过来到你的本地端 形成了一个 一个response物件 所以之后呢 你就在你的本地端 这边做动作 但是 slimin是 你开启浏览器 所以你的所有的内容 都在浏览器端 所以 driver and quit 是已经到最后面 这边都已经做完了 的之后呢 才把它 quit 掉 才把它 quit 掉 这块部分 原则上我们会这样做 这样做的部分 这样子 所以你的driver .get 跟什么系统都在这边做 原则上你看 driver.pay source 这块部分 做完之后呢 形成super 新成super这块 那这边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把driver.create 了 因为你后面已经没用到driver 也可以 只是 普遍来讲 我们driver.create 都会放到 最后面 再来做执行 再来做执行 这块部分 这样子 好 那这边是我们储存档案的部分 这样子 那 这边 这个这是一样的东西 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那神力 程式码建立 用 建立builder super的物件之后 使用open函式开启 好 那我们用 write函式呢 使用plitify的函式来格式化 输出剖析的HP網頁 那可以存成index.html的档案 执行如果如下 那python里面呢 可以看到跟你的程式码相同路径 就会产生一个档案的部分 好 那注意哦 好 这等一下执行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让各位看一下 好 因为我们网页上的 就是网页上的标签 程式码背后的语法 那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javascript产生的网页内容 所以呢 我们存下来的这个index.html 的网页呢 跟网页实际的程式码呢 原始码不尽的档筒 主要是那个位置 他会有点偏差 有些会有 不见得都会有 就看你这个网页是不是用javascript 来产生出来的 好的部分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有偏差 那这边 先到这边好了 先到这边的部分 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利用神力名做截取 利用bluet super做解析 然后把档案存下来 所以 做完的时候呢 你应该会有一个网页档案 是把它存下来的 所以以往我们用request 现在我们用bluet super 现在我们用神力名 神力名这块部分 然后把它做存档的动作 那这边我们就 先给各位去测一下 可不可以用神力名截取 bluet super解析 然后存档 存档之后呢 index.html打开来 就应该会有内容还对 应该会有这个内容 那这边就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这个内容可以顺利 就可以看到档案 资料有 有下载 有存存网页 打开来有内容 可能是这样子的内容 这样子的内容 可以顺利跑出来的话 这是程式满外 秀出来的讯息啊 这是你打开网页 秀出来的资料 所以这边如果顺利秀出来 再请各位留一个山 留个山的部分 好 这边是我们用神力名跟bluet super 两个结合来做一些操作 好来各位我们有几位同学陆续都ok了 好的留个1一下 你应该会将网页存下来 打开来会有这样的资料 右下方这边的一个讯息 这样就好了 直接让各位去操作 原本的是request uolip下换成slimia 这初步动作 然后你用bluet super 去做一个解析这块 好来各位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下面来看 然后来 好那这边刚才我们做的是利用slimia做截取 但是我们有说 slimia也可以做解析 也就是说 他可以跟这个bluet super 一样的功能 一样跟我们 所以他可以做解析 可以做解析 所以还蛮方便 好那这边我们看一下 这边我们的语法 我们有点刻意 也是让各位知道新旧版本的差异 slimia 它支援定位H1网页的相关函数 我们可以呼叫fine element by technet的函数 来定位H1跟P这个标签 所以程式码首先呼叫函数定位 H1的标签 再利用test属性取得标签的内容 那取的属性值是呼叫get hblu函数 这个是b标签 那直接结果如下 应该后来把它改到下面来了 所以各位看一下哦 这边我可以利用driver driver就是我们的去用程式 就是我们的浏览器 这样讲 driver是我们的浏览器 那我们说driver这块本身就是带资料了 当你get到某一个网页的时候 当你到这个网页的时候 他就已经 这driver本身呢 就已经有你的内容了 好就这样子 所以driver本身就是带资料了 好就像我们那个 他有一类是我们 那个df pandas读资料 变成一个df df本身就是带资料了 那driver本身呢 就是带资料了 所以在前面呢 这边driver.get到某个网页的时候呢 那里面的语法 这就在你的driver里面了 就在你的driver里面了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driver.findelementbytec name 然后带he 那各位这边呢 我们用findelementbytec name 有沒有看到tec name tec叫标签嘛 所以就bytec name标签名称 我要抓H1这个标签 有没有呢 如果有 就把标签 连同属性 连同内容 带给H1 那这样的概念呢 就像是我们Beautiful Super的概念 只是语法不太一样而已 所以要是用driver.findelementbytec name h1 那都会得到我们的标签属性跟内容 那搜索内容就好啦 所以我就输出H1.test 他就只会把内容秀出来 就标签属性不会秀 只会秀内容而已 那下面这个呢 driver.findelementbytec name p 有p这个标签 有 那就把标签 连同属性 连同内容都带过去给p 所以这p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他有类似像回应结果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输出p.test 就可以得到里面的内容 所以这边呢 会得到这边的内容 example domain 那这p.test 会得到这里面的内容 然后再会点quit 就结束掉 好 但是哦 但是注意哦 等一下各位 你在做执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哦 这个语法会 应该说在之前的版本 他会写duplicate 被弃用到了 但是你可以做使用 你可以用 只是他会有个warning 讯息 警告讯息这块 但是 应该是在应该 应该是在上个月吧 还是应该还是这个月初 这边呢 就真的不能用 所以有些是写弃用 但是还可以用哦 但是他现在连写的不写的 就这个语法就真的整个消失掉了 就真的整个消失掉了哦 所以他取而代之的会是 哎 我们到现在下面好了 他取而代之的会是 这一段语法哦 等一下哦 哎 下面一点哦 他取而代之的会是 哎等一下我看一下 哦这边还没有 等一下还没有带到 这边这边这边 好这边这边 好这个 另外我要知道 在新的版本里面 新的版本里面的话呢 fine element by 什么东西 已经过期了 他会秀出来这个讯息的 deplication warning 但是你可以使用哦 在之前的情况下 两个并存 两个并存这一块部分 而且deplicate warning 所以fine element by 该 attack lane 这些已经过期了 取代方式是怎么做 等一下你可以试试看 应该这个讯息 以往还会秀出来 现在连秀都不秀了 连秀都不秀 直接让你错掉了 这块 那怎么讯息的怎么做 第一个 第一个注意哦 你要 这边要加入一个 front selimium webordriver comma import by 我会觉得很麻烦哦 这写法 你要先 要先汇入资料 好 这是我们的模组 的汇入 之后呢 下面的语法 其实跟上面有点像 哦 我们之前是fine element by take a name by class name 现在也是一样 driver.fine element 但是是用跨弧 这边要多大写 by b 大写y .class name 大写 然后逗点 又写法有点变动 所以下面我们 就这两个 让各位比较一下 所以这边呢 driver.fine element by class name 看起来还蛮直觉 比较好写 对 这是以往的做法 那有过渡期 debrick 还是可以用 但是应该是在上个月的时候 上个月底吧 试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已经不见了 已经不见了 所以我们说话 你会发现以前语法可以 像语法不行 可能是东西换掉了 可能是里面的东西 就自换掉更新掉了 的部分 所以这种版本有时候 演进的时候 会有一些语法也做一些调整 就像这个例子一样 所以这边 不能用了 换下面的语法 所以其实你做几次之后 你还是可以理解 他只是把这个by element 然后底线by class name 再变成跨弧by.class 底线 有没有 然后逗点了 就是后面的写法 会有点差异 但是注意哦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下面这个写法 你要用下面这写法的时候 你都要注意 要先import这个哦 不然很多奇怪 怎么不能跑 因为你这边要多一个import 要import by import by by要注意哦 大写第二次小写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 那以往的过渡期 现在过渡期都没了 现在就只能用这个语法 所以这边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到这一下部分 这样子 好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用这个5element 来带东西 所以5element 跨弧 by大写 然后take a name 然后再带豆典 带H1 就会跑出这个资料来 但是前面要写front 来做动作 那最后面 最后面这块哦 最后面这块 最后面这块 只是我们要做 做一个叙述的说明而已 我们除了使用Slimin的定位函数以外 这边是我们Slimin做解析 对吧 Slimin做解析 跑出来的结果 那我们刚才也是用 我们刚才是用Beautiful Super 来做解析 一样可以跑出来的结果吧 所以除了使用Slimin的定位函数以外 我们可以使用Slimin取得H1的资串 搭配Beautiful Super 剖析截取物件 要截取资料 也就是说Slimin 单做截取 Beautiful Super 单做解析 所以我们建立Beautiful Super的物件 剖析我们的资串之后 我们可以呼叫fine的函式 然后找出H1跟P标签 再利用Stream属性 或者test属性 取得标签内容 这块都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那各位应该 会知道还对 那这跑出来的结果呢 跟Slimin跑出来的结果呢 你可以做比较 你会发现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先看左边的语法 这个语法应该还蛮单纯的 Super等Beautiful Super 然后Driver.PageSource LSML得到解析物件 之后呢Super.FindH1 有没有H1这标签 有就把标签属性的含内容带进去 那我抓出我们的里面的内容 Dream.test都可以 那下面一样 Super.FindP 有PP这标签 有就属性内容 标签属性内容把他带进去 那我只要内容就好了 所以点视频 或者点test 好 就把内容修出来 之后专门点Quit 然后跑出这个结构来 这个结果呢 你可以跟上面的结果所比较 原则上差不多 第一个差不多 是第二个内容 差不多 但是差一点点 差什么地方呢 这边有没有 You may use this 然后这边就空一大格 然后前面有空一大格 那这个都没有空 这都没有空 有没有 所以看起来哇 把这层里面做出来的解析 好像比较漂亮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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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看起来比较整齐 可是整齐不见得是 对的 这句话怎么说 我们看一下哦 我们到我们的example打开 让各位看一下 好 这些小细节 就让各位知道一下部分 所以各位好 这边是我们example domain 的部分哦 那我们可以按右键吧 那我们看检视我们的页面来源 这是我们网页的语法 网页语法这一块部分 所以我们抓的是 下面这内容 没有 第一个H1的内容 没有问题 那下面这个内容 可以看一下哦 这网页的语法 可以看到这边 You may use this 对对 这边 后面没有东西了 后面都空的 这边空的部分 然后这前面 好部分 他前面是有空 其实前面有空 有没有 You may use this 后面就已经没东西了 没东西这块 那所以刚才前面有空 空的部分哦 所以如果就网页的本身来讲的话 你利用Slimian的话 他会把你这个空白都拿掉 都不算 这空白最后不算 所以我们看到的 他的字 他的叙述整个都会 都会连在一起 那像You may use this 这边其实我换行 You may use this 换行 我换到这一行 This domain name 虽然在我的网页 这边 You may use this 换行的部分 他就只有换行 那这边也是换行的动作 那前面会空一大格 一大格这一块 但是回到我们的讲义里面的Slimian 的话呢 你会发现 Slimian的话呢 他会把那些空白那些 其实都拿掉了 都拿掉部分了 但是 比如说 Super这块的话呢 他会完整的保留着 所以看他这边 他是整个一直往下 有没有 You may use this domain name 一直往后面做 那你也觉得很正常 如果你没有特别去 观察 你觉得很正常 看起来很顺 全部都有了 但Slimian这块的话 其实是比较接近 我们真正的状况 You may use this 然后这边后面没有了 然后下面这边有空 Domain的不配 好 所以和之前Slimian的资金结果相较 Belosuper 他剖析的P标签的内容 会保留 晃含资源 晃含资源 反而鞋线会晃含资源 会有保留 然后还有多余的空白资源 会保留 所以Belosuper他解析这东西 是比较接近 网页真实的一个状况 但是因为我们看这样子觉得 哇这样写很顺 一排一排都有 就这样很方便 他这样子怪怪的 你会觉得看起来怪怪的 可是他其实是比较接近 网页的真实状况 这个话直接忽略掉了 反鞋线或换完资源那些 直接忽略掉了 直接就过滤掉了 就插在这边 一个小地方这一块 好了 各位那这边 各位主要是让各位 试试看解析物件 用解析的方式来做 注意哦 各位要做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写这一行 写一行就好了 然后应该就错掉了 以往还会跟你讲 以往可以执行 但是会有一个warning 现在应该是不能执行的 所以可以试试看执行错 执行错 执行错的时候怎么办呢 请各位 要先 import front import这一块 我们下面这边 好就这边 好那先载入 front salemian webordriver.com by.by import by 然后之后将写法换一下 变价写法 然后应该就可以顺利跑出来了 这一块 好 好 那这边到这一边到这边的部分 我们 就请各位稍微试试看 用salemian做解析 擷取你刚才已经做过了 现在只是说 我现在再做一个解析 然后可以顺利跑出来解析的内容 就ok 所以salemian 一个套件 可以多用 可以做截取 也可以做解析 还可以做一些特殊状况的处理 所以很方便 但是 如同我们前面 跟各位说明的 不能因为会省利面 所以Bitro Super Request 那些不要用了 就用这个来好 不是 你还是要看状况 有一些Request Bitro Super 可以处理的 而且比较方便的 用这个来做就好了 就像各位学大片大师 你可以处理CSV 你可以处理Json 但是不代表你的 CSV模组 Json模组就可以不要灰 那些都是基本 你一定是 基本必备的 所以是跟这个概念有点像 成立面可以帮你处理很多 截取跟解析 但是你原来的Request Uliber Super 正在表达式 你还是要会做处理 好来 这边就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好的部分 那如果ok是好没有问题 再留一个二版 六个二部分 哈萊同学有问题可以出来 老師你帮我看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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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不要打 自刹罕 当然要打 要不然你怎么会抓 怎么拿到资料 哦 自刹罕有啊 有 所以 那你的driver就是 你的资料了 所以当然要有啊 后面这里会跑出错误来 没有啊 你没有定位到啊 这个就是咱们 no such element 还没有找到元素啊 关掉吧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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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面的例子是take好上面 在上面 对啊 我们是take name 所以你要换成take th大写大写大写部分 好 把他换成take 好 好 谢谢老师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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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ok 的部分的话 好 那我们 今天就要先到这边哦 啊 今天就先到这边的部分 那后面呢 各位你可以休息一下 后面呢 等两个小时左右呢 都是各位的一些时间 都各位时间这一块 那这边 嗯 哦还是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个 因为我们在 很多的程式語言 那工具大部分都是 我们就有很多id工具嘛 像之前Java用的 或者我们现在用的部分 那因为都是英文 所以跑出来的叙述 你会出错的时候 英文的部分出错 那各位这一块 你还是要慢慢的去了解 那个英文里面到底要写什么 因为你一定会遇到 你不会一防风顺的 在不管哪个语言 哪个东西你都会有遇到问题 但是遇到那个错误讯息 你要去真的要去看 因为你都没有 你要去了解 或者你要Google 那Google久了 有一些常用的人应该一看就会知道 这种东西其实没有什么 就多看多做多错 多错之后 你慢慢从里面去学 从里面看到哪些部分 可以知道什么状况 你除错绝对是你在 成为Programmer一定必备的 看讯息去找去找问题 这一定是必备的 所以说你要往这块走 这个东西一定要慢慢的去熟悉 了解 要不然你做哪里 讯息如果讯息看不懂 讯息如果不是那么清楚 有可能 有讯息很清楚的时候 你要 你要知道怎么去看讯息 错误讯息的理解 是你在debug这块要有的 那因为你各位朋友们 在做专题应该有遇到一些错误状况 那你有一些错误 就是那几个 你长出圈的就是那5个10个 剩下有些零星的 那另当别论 但是你会错就是那几个 看多了其实应该都会知道 所以对于错误讯息的除错了解 是你应该具备的 各位在专题里面应该 都会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你要去除错 要去除错这块 要了解问题在哪里 在每个语言一定都会有这样子 所以这块是刚好要跟各位做说明 这块 要不然你要学习看不懂 刚开始看不懂可以啊 可是你到后面看不懂 不行 哦 不行 我至少一些比较常见到的 你应该看了 知道是状况大概在哪里 从那地方去解 好那这边 我们就后面的时间就给各位了 好那如果有个别的状况的部分 那再个别提出来这一块